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全来还不知道什么事呢 就是王全来这小子 天生的就是胆大 不怕死的货 一点情意也不讲 但是对穆三特殊 觉着这娘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到今天不忘 拿穆三当亲兄的 有事 哥 咱娘要不行了 前一世不挺好 老人了 风烛残眠 今天脱下鞋和袜 不知明天穿不穿 突然病倒了 要不行了 别难过 没找郎中看看 看郎中说也够酱 娘就想你 想叫你去一趟 哥你再忙 你得去看看咱娘去 我娘就是想你 哎呀 难哪 现在你可知道 僧妖头领着 无数的人马围困了安庆 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这大仗小仗不断 我哪离得开 哥那你不去哪行 咱娘想你啊 反正你不去拉倒 我把话烧到了 哎呀王全来一琢磨 老太太对我真够意思 真疼我 你说老人家并非想我 我不去 也说不下去 好吧你等等 我安排安排 马上跟你去 对你跟我去 不太远 到那瞅一眼 你再回来 行 王全来回来了 做了安排 我呀行告两天假 我有点急事 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 点头答应 准备了一匹快马 跟着穆三一溜疯一样 离开季仙关 到了同城 二百五十里 那马够真快 颜登的时候到了 在外头甩一蹬下马 牵马进院拴了好了 又困又渴又饿 推门进屋 王全来就说 娘啊 娘在哪屋呢 娘 您怎么样 娘 哪有娘 屋里空荡荡 没人 他回头问穆三 咱娘在哪屋呢 严环未尽 夸 门开了 从外头闯进四条大汉 没人掌中 各行刀剑 把门窗就给堵了 别动 别动 呀 王全来做梦 也没想到会出这种变化 脑袋嗡了一声 刚要把宝剑 康福在他后头里 康福伸出俩手指头 照到手腕子上一弹 别动 像楚电眼正打在穴位上 康福伸手把他宝剑截下来 归我 我先给你保存 这一三里二可变了 一看穆三人的站着呢 老三 这 这搞的什么名堂 正在这时 门一开 曾国全进来 曾国全 后赶来 赐品超服 顶带花铃 跨着弯刀 曾国全进了一乐 王将军 听好吗 下官等候多时了 清妖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邱将军给办点事 坐下 坐下 谈好 喂 穆三过来 哥 我没有办法呀 我故意说 咱娘有病 其实咱娘没病 我把你骗了 骗了 可是为你好啊 哥 人家没有心伤害你 你坐下 你听听 你就明白了 王全来 心里咚咚咚支跳 勉强的坐下来 谁遇上这事 不害怕 曾国全 文文荡荡 坐在对面 咱们说过 曾国全 举止动作 酷色 他大哥 曾国藩 也是戏眼 那个头 那个派头 举手 投足 太像 稳当 王将军 我举我问你的大名啊 知道你过去 有苦难言 食身为贼 你是迫于无奈 但是 大丈夫 又有满身武艺 做贼 能有多长久 上为贼子贼母 下为贼子贼孙 你本身还是贼 顶方都臭着八百里 你心甘情愿吗 我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 知道你是个人才 我想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如果你能答应跟朝廷合作 出卖 记相关 你立下手工一件 我跟曾大帅 曾国藩 我们是弟兄 另外 我们也是上下机 通过我大哥 已经点头答应了 任命你 为二品的副将 拿来 是 亲兵把包拿了 巴巴打开 看 王全来往桌上一看 二品副将的帽子 衣服 哎呀 心里一琢磨闹了 半天是这么回事 怎么搞的 这曾国藩了解情况 这么清楚 摸到我家来了 哎呀 这这 这真的 朝廷不怪我 据说做了长毛子 逮着就就寡呀 那给我个官 二品 副将 那比我现在 这强的多的多了 名正言顺 这可也是个好事 但思想上 没有准备 也不知道 是福还是货 这 怎么样 王将军 怎么样 湖海无边 回头是岸 机会可难得呀 起码你是个副将 朝廷的命官 那么战争年月 凭着你的武功 今后你立了功 何仇不发达 何仇不拘 闲官 乱世出英雄 你想一想 可以不可以 王权来这么一看 我要不答应 今儿我也走不了 肯定他们把我得收拾 特别那小子 那手指的一不 我这身上就不得劲 肯定武艺非常高强 我出不了这个门 干脆 好汉不吃 眼前亏 我就假装答应 干于不干 我回去再琢磨 恕个罪说 您那是 曾国权 哦 康夫说 不是呢 围困安庆的最高土帅 曾的人 曾的人 知道是他 曾的人 难得您还想到我头上 您说的话不多 句句字字 说得我心海里 可不是吗 当初我就为了吃口饱饭 我得罪了不少仇人 官署也抓我 有人也逮我 我没办法 我这才投靠了长毛 我在长毛呢 无非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说实话 我在那挺憋气 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多 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大 但我升不了官 就升官也是非常迟缓 人家从梁广来的老弟兄 都不如我的 都升了将军 总治 我现在还是小小的监军 我心里能服气吗 是不是呢 既然曾的人瞧得起我 希望我立功 我求之不得 咱就一言为定 定下来 回去跟我手下的几个弟兄 商议商议 我们倒反季先官 您看怎么样 好 墓地算达到了 君子说话 可要说话算数 那当然上有天下有地 中间有良心 这么些人呢 我敢信口胡说 我相信你不会反悔 我们听你的喜气 往来联络的事情 交给墓三 你看好吗 什么时候局势 由墓三见你联系 错了 一言为定 不过 这一生我不能拿 我拿一旦被人发现 还了得吗 暂时先搁到我兄弟家里保管 墓三说行 先搁到我家 我给保管的 哥呀 俊无惜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当然了 我敢胡说吗 我胡说 也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 曾国全说好 不耽误你的时间 时间长了 恐怕你手下人对你起疑心 接住 千万别叫叶云来 知道你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知道 他得一号十保 我得四号十保 虽然我们俩上下机 他很少上我那去 那行 行回吧 再见 再见 保健给了他的胯上 上了马一溜眼 回到季仙关 回去他那心跳 我的马做梦吧 在封都城转了一圈 又回来了 骂的来 墓三这小子 他骗我 怎么办这事 睡不着觉了 大事 饭也吃不下去了 他也睡不着觉 心乱如麻 他有几个铁哥们 都是猫三狗四 砸七砸八 在同声巷 跟他一块来的 一看到这样就问他 哥 怎么了 兄弟 怎么了 有什么事 跟我们说 是 千万不能走嘴啊 这要传出去 我可保不住命了 你们也好不了 是这么 这么 这么 我这等事 真的 我刚回来 你猜我见着谁呢 见着 那姓曾的 曾国全 曾国藩的 亲兄的 他当面向我许诺了 把衣服都给我拿来了 你说 我是干是不干 这帮小子 就是为吃喝玩乐 你别看穿着太平均的衣服 也没有远大的理想 听完之后都乐了 我说 你就应当干 应当干 值得 到时候把我们也带去 咱也观一下 你吃着我们喝汤 在这干 有什么好处 听说安庆被大军包围了 粮草弹药都不多了 也保不住多十日子了 城一旦 叫人家攻破 你我全都活不了 据说叫朝廷给逮住 都得拔皮草炫 万寡凌迟 哎呀 行 用我再考虑考虑 保密啊 千万别说 值得值得值得 我们看值得干 考虑考虑 他这块 这么想那么想 迟迟下不了决心 曾国全回去 见着曾国藩 赵烈文 把经过一说 曾国藩多有经验 连着虚然思索多时 我怎么发现 这个王全来 这个人不太可靠 这种人善于反复 如果他不实际办 怎么办 赵烈文说话 大人放心 我还有第二种方案 不愁他不干 哦 先生 你这第二种方案 是怎么回事 如此这么 怎么 这么 好 就按你的主意办 两天之后 出了点事 单说这天 穆斯尔正在家呢 娘吃完饭了 睡个觉 还在屋里琢磨 哎呀 我哥哥什么时候行动 我还得担任联络员 官方也没来着跟我联系 可有风险 他正盘算着 门外来了几匹马 满桥上 跳起几个人来 穿的衣服也看不出是哪的来 都带着家伙 推什么进屋里 谁叫穆斯尔 穆斯尔一个 哪来的是 啊 我就叫穆斯尔 你叫穆斯尔 呱就一个嘴巴子 把穆斯尔揍的 顺着嘴角躺鞋 你大人 我我犯什么法 犯什么法 穆斯尔 说实话 听说两天前 你在家鼓鼓叨叨的 你干什么来的 通过你跟官方联系 要叫王权来 投降老曾家 有没有这事 穆斯尔心说 他们什么人 他们怎么知道 没有的事啊 冤枉啊 你们这话从何说起没有 没有 据说曾国权还来过 把什么副将的服装搁到你家了 搜 搜出来 哎呦 穆斯尔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 这要搜出来 这要太平军的人 我准死无疑了 怎么跑的疯 他们怎么知道的 天堂无字 搜了个乌烟瘴气 没搜出来 穆斯尔挺奸 把那衣服藏在壁窖里头去了 回来问他 到底有这事吗 没有啊 你们说的 我是一字不值 半字不小 谁给我栽赃陷害 我告诉你啊 我们是安庆城里来的 我是罗将军 罗德纲派来的人 罗将军掌握这情况 不管真 还是假 你跟我们走一趟 敢奔 安庆 书接前文 咱说这个穆斯尔呢 正在家待着 来了伙人 自称是安庆城里的太平军 但看这服装又不像 把穆斯尔一顿全打脚踢 拉着往外就走 走走走走 走到安庆 你晓得多大的胆子 敢勾结清腰 要背叛安庆府 这还了得了 穆斯尔下都尿裤子了 这事要叫上面知道了 万挂临迟啊 就得把我挂了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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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家耗着领子 拽出去 拿根绳 拽到脖子上 绳子那头 拽到马 鞍子上 人家都骑着马 你跟着走啊 你小子耍花活 把你大蟹八块 走 人家骑着马走 他在后头拽着个伤 跟着小跑 一口气跑出了 二三十里地 把他累的是精疲力尽 前面有个小桩子 好几条道分到东西南北 有一个小酒馆 这几个骑马的一看 我哥哥兄弟啊 在这歇歇腿怎么样 让马也歇歇 咱们也喝两钟 行行行 他们从马上下来了 把马拴到树上 然后进了酒馆了 穆斯尔呢 这拴着呢 穆斯尔就蹲到马屁和后头了 就听这几人进去 跟掌柜的说 我们吃完了还赶路啊 越快越好 那好嘞 其中有个胖子出来了 看了看 你听他 就在这蹲着 他敢动一动 把你腿给你卸下来 穆斯尔没敢言语 这几位进去了 大概是大吃八喝呀 左等不出来 右等不出来 穆斯尔在这蹲着一琢磨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 幸好我这手没捆 我不跑 我还等什么 我不跑 我也好不了 他变了变方向 我知道啊 这个地方叫叉树港 东北这条道奔吉祥关 我经常走 怎么吓懵了 我哥在吉祥关 我快点送信去 他慢慢的把这个绳子框 他解开了 把绳子轻轻的放下 听着听 里边喝五一六 那正喝着 料觉得他就跑 跑出不远 好像听后边说 哎 跑了 站住 站住 我才不站 人来了 鸡劲跑得真快 也不懂得累了 一口气跑出二十来里壁了 眼瞅着吉祥关也到了 他也动不了地 哭球趴地上 大口大口喘粗气 被这的太平军巡逻的发现 巡逻的那谁呢 是 过来几个人 别动 干什么呢 哎 各位 我是穆森啊 啊 你呀 咱没说他常来 这站岗放哨的都认识他 又来找我们王头来了 找我哥呀 那快进快进来 两个人掺着他 把掺起来 穆森进了太平军的营地 静止赶奔第四号营宝 大石宝 上主天下主地 外的是围墙里都是火炮 这是攻势 前沿阵地 等他进了四号 石宝了 王全来 正在屋里的跟他这个哥们 猫三狗四 牛七马八 年鱼头 嘎鱼尾 鱼刺 甲鱼腿 跟这王家伙正商量事 都是他的铁哥们 商量什么呢 如何投靠曾国藩 这个事实得实不得 这帮人也正在商讨 只要不上当受骗 咱就值得一试 正这时候 木丝尔进来 哥 把王全来吓了一跳 呀 你怎么来这 怎么满脸是伤 哥呀 你出来一趟 王全来吓的心里 蹬蹬蹬直跳 跟他出来 到没人的地儿 就问他 怎么了 哥呀 坏了 赶快采取行动 咱的事 让安庆的里边人知道 可能是罗大纲知道 真的 怎么这么快 那谁知道 是这么这么回事 刚才有伙人把我逮去了 把我带的安庆 打算审问 幸亏我半袋 我跑了 这几个小的 要不喝酒 不歇腿 我就完了 哥呀 赶紧采取行动 不见你我全得完 好吧 你你你等会儿啊 王全来进去了 见着这几个哥们 跟大伙的一说 全害怕 那我头儿 你说怎么办 咱们得快点 夜长梦多 辞则生变 是啊 既然同意 咱就定为明天上 咱就举其起事 就这么的 王全来又出来 告诉穆斯 兄弟 我借给你一匹马 你想什么办法 赶紧到 曾大帅的大营 见着那个曾国权 曾九爷 告诉他 明天上 我们举其起事 里营外合 攻打基先关 千万别忘了 平清 平清了 明天 好了 我走了 穆斯尔送信去了 曾国权 得着信之后 真是喜出望外 心里说话 赵列文真有主意 这都是赵列文安排的 演了一出戏 那几个也不是太平军 都是这边化妆的 为什么呢 让他快点起事 怕变了 因为怕王全来 这个人长得不可靠 这一加速 一推动他 促使事情早日实现 曾国权 禀报了曾国藩 曾国藩是非常高兴 让老九你看着办 这曾国权呢 马上连夜调记 精兵良将一万 架着火炮 八十门呢 火枪 台杆 弓箭 弓成 所有应用之物 半夜前就起了身 部队开始 往吉仙关 寄接 天四亮 四不亮 就排排好阵势 八十门炮 全架好 咱还得交代清楚 他这炮 都是从广州买来的 都是羊炮 射程也远 杀伤力也大 那台杆 火枪 都是冒烟的家伙 比弓箭要强的多 赶死队 全准备了 天四亮 四不亮 曾国权就来到 前雁阵地 跨着千零眼 照了照 和吉仙关 山坡上 四个大石堡 上主天 下主地 前头密排 鹿角 一层战沟 挨着一层战沟 他知道 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 尽管里边有人启示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看可快到了十会儿了 军政司问他 将军 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现在开始 大 动 他 他那之间 八十门大炮 喷吐着火车 火哥的火弹 一直投掷 在火炮的掩护下 这些乡友 各自刀枪 屏蔽而起 冲啊 冲啊 忽天盖地 是摇旗呐喊 现在曾国藩和曾国权 所领导的相拥 打了多少张 经验丰富 而且斗志昂扬 就像凶神恶煞一般 扑费 极仙官 极仙官的主将姓叶 叫叶云来 咱说过了 广西的老弟兄 终于天王 终于天国呀 是一员大将 叶云来那眼睛熬的啊 都红了都 多少晚上没睡好觉 不过这个人呢 心比较粗 作战倒挺勇敢 他认为在这是万无一失 而且老打仗 家常便饭了 但今儿个这么大规模的进攻 还是第一次 他在护墙之后 站起来往外看看 就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了这么多青妖 把手中红旗一举 弟兄们 坚守战地 不到进前 不要开炮 准备好 然后他就往下看着 眼看湘勇扑的进前 在射程之内了 他换了一杆黑旗 往左右一摇 开炮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打仗有不死人的 成牌的香涌倒在地上 这阵 太平军的火力是相当猛烈 大把火火火火火 离近了 用建设 用石头砸 圆了 用炮轰 就这么的 曾国权的人 死伤了有二百多 哇呀 撤下来 曾国权气了 无关都挪移了 骂王八告子 穆斯尔说的清清楚楚 王权来 在里头里应外合 他怎么不动还呢 哎 这怎么回事 准备 展开第二次进攻 有人就说 将军 咱撤得太远了 咱的炮射成远 再往前推进二三十丈 没有关系 推得太远了 火力 威力不够 前进三十丈 把这大炮往前挪了三十丈 又发起第二次盟攻 双方打得消炎弥漫 当然说 这只的王权来 王权来干嘛呢 做准备 跟这些弟兄们 先商量好了 咱们怎么起事 他也害怕 吉仙关一共是五千太平军 他直接管的一千人 站着五分之一 所以他心里觉得没底 这些人就说 我大哥 你还不快采取行动 你听外的山摇地动 都在展开进攻了 你再不配合 黄瓜菜都凉了 我说就怎么办吧 光靠咱哥几个不行 率部起义 把每个弟兄咱都得带着 是不是得开个大会 快开会 快传打一下 传我的命令 四号十保全体官兵 在山坡结合 战争年月 他这一摊归他管 一声令下如山堡 八九百人 都到了山坡都站好 当兵的各拿着刀枪 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 听当官的 往全来一看 人都齐了 手下的哥们也都派好了 蹭 站到高台上 弟兄们 大家听着 我们安庆守不住了 吉仙官守不住了 没吃没喝 弹药不足 现在朝廷的人 非要拿下吉仙官和安庆不可 我们大家能等着死吗 不能等着死 我跟弟兄们公开说吧 我们投靠了朝廷 保了皇上了 大家愿意不愿意 晴天一个霹雳 当小官的 和当圣兵的 没听过说这词 投一回 傻了 怎么 投降了 敢像在梦中一样 其中有个广西的老圣兵 这老圣兵急了 就站起来 王八蛋 你想要变草香腰 你想当叛徒 老子打死你 啪 就一火枪 正好打到王全来 左边这耳朵上 哗着一下 把耳朵给打碎了 哎呀 他这一吻耳朵 就与此同时 在这个圣兵后 他站这个军官 都是王全来的人 把军刀拽出来 扶着一刀 斜肩铲尾 把开枪的圣兵就劈在这 有些兵也不想投降 一愣的时候 往左右一看 当官的把军刀全拽出来 都是当官的 断 哪个不听 说 哪个不听 哪个不听 当时就叫你做无头鬼 怎么样 当兵的一看 傻眼了 就得听当官的 我们愿意 这只王全来 把这耳朵也包上了 大家愿意就好了 跟着我的干 听我的命令 把你们头上包那个 红金都扯下来 记到胳膊上 得记哈 如果不记 一会儿混战的时候 死了可不管 现在一律摘要 另外听我的命令 把炮口 对准前面的 长毛子 现在咱都是冠军了 对准长毛子 从后边开火 快把大炮子撞过个儿来 本来那炮是对着前敌 就撞了个儿了 这回 对着自己的人 在山坡上 是一顿猛烈的炮鸡 这战略和战术 多种多样 看孙子兵法十三篇 什么反剑计 离剑计 控成计 美人计 连环计 火攻计 等等等等 无不行之有效 特别这离剑计和反剑计 这玩意厉害 还是那句话 堡垒 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大伙团结一心 抱成一个团 这玩意儿真难对付 叫他在里边自相参商 这就不好办了 咱们前面说了 王权来这小子 出于私心杂念 老想升官发财 不乐意在太平军这干 这事情一逼他 他一害怕 此心塌地 投靠朝廷 就投靠清政府和曾国藩 率众八九百号 所谓的起了意 炮口对准自己的人 光光光一顿炮 打死打伤自己的人 不下二三百号 叶云来正在前线指挥呢 正全力对付曾国权的进攻 没想到屁话后的开炮 咚咚 炮子离着不远开花 把他的靴子 把炮子都蹦冒烟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瞎他妈打 看一看怎么打到自己人身上了 以安环未尽 咚咚咚咚咚咚 一颗炮弹 离着他不远又开花 把他胳膊给绷上 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报监军大人可了不得了 王全来这小子 投降了青腰了 哎呦 叶云来的脑袋嗡了一声 这个王八蛋 黑心肝的 我逮着他 我完不了 来呀 四千人分两股 一股对付曾国权 那两千人对付自己那帮人 那你怎么办呢 分兵 本来人手就不够 这一分开 势力孤单了 就在这时候 一阵排炮又打过来 叶云来不幸 重炮牺牲 倒在血迫之中 当头里死 他这一死 群龙无首就乱了套 曾国权听得轻轻的 行 后边响炮了 看来王全来开始行动了 弟兄们冲啊 简短揭说 里营外合 一股作气 占领 占领 吉仙棍 终于把这冰子抠出来 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可惜的是 四千多太平军 学习吉仙棍 无一幸免 抛出去王全来率领的所有部队 活了 他们那里面投降了 愚者的一个都没活 漫山遍野 全是尸体 曾国权的脸熏得去黑 拎着弯刀 登上吉仙棍 清点物资 得了不少的战利品 酸飞升红旗暴剑 让我大哥知道知道 我们打了胜仗了 消息传到曾国藩那 曾国藩是大喜过望 曾国藩心说话 我们老四曾国权 讨厌 原来我没觉得出来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又命又将 从小就不服管束 老实说不怎么喜欢 不喜欢他 他不听话 没想到他真有魄力 从短短的二年当中的锻炼 他居然能够独挡一面 成了冲锋陷阵 指挥前提的大将 在某一点上 我真不如他呀 你看 叫干什么干什么 打的是干净漂亮 曾国藩是非常高兴 马上下令 统领夹奖 就在第二天 喜信传来 另一个战场也大获全胜 谁呀 水军内湖统领 彭玉林 水军 外将统领 杨在福 两路水军 攻占了陵湖 把灵湖十八寨 全都给占领了 消灭长矛 将近八千人 把灵湖也给占了 曾国藩 大喜过望 真是老天爷 睁了眼了 说解不开 这鸽子 说什么也解不开 说解开 一串全解开了 统领夹奖 没到三天 相拥水陆军 集结在一起 就唯控安庆 安庆啊 外边的险要地段 全叫人家占领 就剩下一座孤城 大军军机 包围了个水泄不同 安庆城就在前边 外边都是战壕和战钩 为此曾国藩 曾国权 赵列文 曾国宝 彭玉林 杨在福 李渡 所有的大将 开了几次会议 商量 怎么把安庆城拿起来 这回是无论如何 得拿起来 排兵布阵 做好了安排了 再说安庆城里 值得消息了 灵湖十八寨 丢了 落在青瑶手里头 吉仙冠 丢了 落在青瑶手里头 现在剩一座孤城 救兵没有救兵 粮草没有粮草 干就在这困死 谁愿意死 所以有点账的胆子 偷开城门 偷靠乡勇的 偷靠曾国藩的 哪天都有 大五的五六百 小五的四五十 天天来投降了 这城就守不住了 曾国藩心里的暗想 大功告成 只要没有别的变化 只要长毛的不派了冤兵 迟早安庆是我们家 他算计算计这日子不能久拖呀 最近几天 最好把安庆拿下来 他一算 正好是七月十五了 正算计呢 曾国全进来 哥 万事俱备 直欠东风了 您传令吧 今天 我就拿下安庆 明天 接迷老进城 兄弟 先别着急 昨天晚上 有个朋友 给我算了一挂 这挂我不完全信 但他夜观天象 七月十五这日子不好 不好啊 最好呢 推迟到八月初一 为什么 那还得半个月 安庆是咱的了 你别着急 现在 青天间 观看了天象 你知道怎么回事呢 日月合璧 五星连珠 这是主大吉大利 多少年没这么一次 八月初一这一天 就是五星连珠 日月合璧 的好日子 如果这一天 你要能把安庆 拿下来 兄弟 主咱们老曾家 大吉大利 你看可以 哦 您了还信这个 那好吧 那我就听您的 八月初一这天 拿下安庆 千万拿下来 另外你看一看 现在全国各地 都有战场 江明战场 晚北战场 吉东战场 干北战场 再加上安庆战场 谁都想多偷工啊 我们意在光伏江明府 把安庆拿下之后 我们大军是直奔江明 要抢这头一工 你我的夙愿就实现了 八月初一 我听你的喜气 大哥你放心吧 哎 您这话什么意思 听我的喜气 您还想挪挪地吗 对 我想出趟门 我回到江左 我听你的喜气 我手边还有点事 我要办一办 大哥那你 你为什么不在这 你亲眼目睹 看咱们大军进了安庆 有多高兴 我后进城也是一样的 大战在即 我在这还分你的心 处处你还得请示我 我不在 你肯定能独挡一面 兄弟 你比我强的多 我说走还就走 今儿晚上我就挪地方 曾国全真不理解 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么长热闹 这么大的胜利 你不参加 你躲了什么意思 书中代言呢 曾国藩心里的话 没法对比二个人说 说书的可值得怎么回事 曾国藩怎么想的呢 他觉得我这个命不好 掐手指他算了算 极次大战 只要自己亲临前线 肯定打败仗 肯定打败仗 自己要不在 人家打的那胜仗 打的绝漂亮 就合计我怎么是个少数星啊 回忆起来进港之战 好学没全军覆没 那是我指挥的 攻打越州之战 我指挥的 好学没将人抓了俘虏 水战 我指挥的 鼻子我 头的江好学没淹死 我这个倒霉大人 命不好 你别看胜利在握了 我只要在这一待着 肯定还得出变化 不如我躲躲 让人家指挥 我去听喜气去 你看这个人 这个心理活动啊 可了不得 曾国藩就有这么忌讳 有意的回避 可这话连兄弟都没法告诉 曾国权不便多问 曾国藩就回到东流行园 把门关上 静等安庆的好消息 半个月 急死他 每一天是摸着手 捋着胡 闭着眼睛 心晒油烹 哎 究竟能有什么变化 每次向着禀报 一泄都顺利 到了八月初一这一天 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 就听外头急处的脚步声 一推门进来 八 曾国藩的汗就下了 什么事 安庆的消息 快说 怎么样 四爷 领兵带队 打了个漂亮大仗 我军已经占领安庆 阿弥陀佛 谢天谢地 老四真行啊 来啊 外边准备大叫 我要赶奔安庆 这才赶露面 曾国全是真够厉害的 一举攻克了安庆城 罗德纲死于战乱之中 太平军大部分被抓了俘虏 但咱必须得交代一句 这曾国全够狠的 比他大哥也不次 光抓俘虏 吉相关的 灵狐的 安庆城里的 一万挂灵 你说这俘虏怎么办吧 把他们改编成香涌 负担不了 拿不出那么多钱养活 把他们遣散回家 早晚必是后患 这些人重邪太深 不能让他们回家 干嘛呢 唯有唯一的办法 铲除后患 全是傻的 一万人 人到一万无边无厌 那怎么个杀法呢 他准备的刀斧手 这些人全抱刀的 选择了个地方 后边是大坑 割脑袋和尸体的 告诉这些俘虏们 领赏 换衣服 一次进了一百 领完了从后门出去 再进了一百 就这么一百个进去 全做了刀下之鬼 砍不完了 再放进一百的 再砍 再放 整杀了两天一夜 把这一万人全给卡住 这些人真是杀人不眨眼 然后分尸灭尽 安清老百姓就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西南角那块 那个大火那么老大 闻着一股胡椒味 其实那练尸体 杀的人太多了 眼睛都杀红了 咱们翻回头 再说曾国藩 八月初五这天 重返安清 往城头上一看 飘扬的都是龙旗 都是相拥的军旗 曾国藩大喜 曾国全 曾国宝 文武人员 列队迎接 曾国全说了 哥 怎么样 您让我八月初一拿下安清 我办到了 先帝 你真是好样的 哈哈哈哈 哥哥没白疼你啊 我到城里看看 慢 城里没准备好 您先别进城 进城之时 我叫您看一件奇迹 曾国藩 来到安清 这安清啊 自从落到太平军手中 六年 好不容易拿下来 能不高兴吗 本来急于想进城看看 曾国全 提出反对意见 说哥 您先别进城 在外的过一夜 明天 我再接您进城 说着一笑 曾国藩猜不透兄弟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笑着点点头 好吧 哥 我先陪着您在城外转一圈 就这么的 文武大员 陪着曾国藩 验着打仗那个战壕 转了一圈 曾国藩一看 每一个战壕里都是血 那血把那土都染得变了什么 可见战斗之激烈 大伙受的那个艰苦 一边查看 一边赞叹 一边问曾国全 商号都处置了 都处置 安排得样样得体 哥您就放心吧 受伤的全有安排 要好好照顾他们 不容易 我明白 转了那么一下午 住到外边 在外边住了一夜咱无话 到了次日平民 曾国藩 陪护人员 吃完了早点 曾国藩来接 哥 可以进城 准备接您 曾国藩全套的官服 有人搀扶着到了外边 一看 一六大教 能有四五十成 头前 八台的绿泥大教 后边一色是蓝泥的大教 曾国藩一皱眉 讲这排成干什么 战争年月 上哪弄这么多教去 哥 这您就不知道了 长毛子比咱讲教 我们破了安庆之后 别人不说 管各种各样的教子 好几百成啊 不过他们的教子 跟咱不太一样 他们使用呢 都是黄绸子 黄鳞子 我全给拆起去了 变成咱的绿泥子和蓝泥子大教 哥 上教吧 八台大教 绿泥子那是高贵的 一品大圆 二品大圆 才有资格做绿泥子大教 一般的都是蓝泥子大教 等级森严 曾国藩进了大教之后 八人抬着一声吆喝 嘿 起 马队开到 曾国权 曾国华 陪着 骑队 连知识在大教之队伍 喱喱喱喱都一里多地场 赶奔南门 安庆啊 九门九关 九个城门 别的城门呢 不气派 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呢 残破不全 唯独南门又高大 又整齐 造的战火比较小 等这个队伍一到了南门 孙国藩透过大叫的窗户 一看好像彩奇飘扬 城头上 设摆着石门朝天炮 多少面大锣 那鞭炮 有打城头上 一直打了到地上 多少人拿着火绳在这等着 再往城门洞那一看 文武大员顶带花灵 是超书不挂 占了两大六 宫后着 路上扫的草刺都没有溜过 队伍站的是整齐严肃 孙国藩的队伍刚过了 忽城河到了城门洞 就听着有人喊一声 应接总督大人 抬跑 任天说 打突 明里一炮 试想 消起大锣就唱起得胜歌 军中奏起得胜大乐 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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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应接总督大人 盛况空前 哎呀 曾国藩晃了晃脑袋 想起当初连打败仗 一蹶不振 几乎两三次想要自杀 自杀未遂 哪想得有今天 哎呀 眼泪为这眼圈转呢 看来不死就对了 落教 大教沾沉 扶手板撤下 脚往前一倾 曾国藩低个头在里边出来了 他这一出来后边的脚子全停住了 文武大员都出来 在后边跟着 曾国藩迈步往里走 来到城门洞 一看两六官员迎接 诸葛的表示 辛苦了 哎呀 那黎将军呢 你立下汉马的功劳 辛苦了 王将军 太感谢 太感谢 总督大人 这一切功劳是您的 您指挥有方 我们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还得向总督大人 讨赏 大家说对了 我已经拜本奏名皇上 我相信不久 遇赏就到了 本都一定跟大家贺功 也就是了 欢迎总督大人 请上轿进城 二次登教 队伍进了安庆城 安庆是一座大城 在安徽省是头一座大城 一看那街道上 槽刺没有 五步一港 十步一哨 合枪十弹 在两旁列队 迎接总督 曾国藩一边往里走 一边想 我比不了老九啊 那个说你怎么说的 胡了八度 一会儿又老九 一会儿又老四 到底是老几 曾国权 要如果在曾国藩这算亲弟兄 老四 曾国藩 曾国黄 曾国华 曾国权 曾国宝 亲哥五个 爷妈生 要在家族里大排行 打乱了大排行 曾国权就排行在九 所以又叫九爷 叫四爷也对 叫九爷也没错 那么曾国藩心里在想着 看来国权 比我治军有方 比我强的多 你看人家什么 我记得打下武昌 我也进城 帮对面射了一支冷剑 好学没要了我的命 那多混乱 你看人家治理的 井井有条啊 够个大将的材料 燕街走东拐西拐 来到过去的英王府 英王陈玉成啊 英王府就在这个城里 现在被清军占领了 英王府的牌子不复存在 给砸烂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两江总督衙门 金字 门前站着岗 大叫詹臣 百官下叫 前后后拥 曾国藩进了两江总督衙门 迈步走着欣赏欣赏 一看那墙壁 屋里都新粉刷的 都粉刷的 但是就是前院 那个大影壁墙 不是粉刷的 他往影壁墙 是一看 画着一幅画 这画是什么呢 掌满头的一棵桃树 桃树上有个蜂子窝 有个小猴拿个杆 捅那马蜂窝 一瞅这画就是原来流行 这是流下来的 曾国全一乐 哥 这长毛子 爱爱画画 我们进了英王府之后 发现到处墙壁上都是画 画的都是他们那套 什么天宿天凶啊 也就这个那的 乌七八糟的 我下令都给涂抹了 用白粉圈盖住了 就唯独这画 我看着挺好 我问谋士什么意思 谋士说 这个是取个吉利的话 是封猴封王的象征 你们看那猴们 铜马蜂窝 封猴 是早晚能当大官的意思 我觉得挺吉利 就这么点 这没涂 糊涂 什么东西五七八糟 猴 至尊无上 岂能用动物来代替 涂掉 哎 马上就涂 来呀 涂掉 另外 写上四个字 清正联名 哎 我记住了 涂上四个 写上四个大字 清正联名 哎 这就对了 哥 往里请 到了里边了 参观参观 两江总督衙门 原来的英王府 那气派的不得了 太平天国讲 就装修屋子 特别能装修 而且气魄都宏大 你看这房间有的是 你先参观参观 您的卧室 到了卧室了 曾国藩一看 外屋开会的地方 这屋是书房 里边是卧室 后边还有便间 厕所 应有尽有 一看这屋里是 富丽彷徨 南木雕花的大床 这里的设备 摆设 珠光宝器 这怎么回事 哥 这屋原封没动 那韦英王 陈玉成就住在这 您看他多讲究 我一看这屋里太好了 都是高档的东西 正好哥哥 您享用 所以我告诉都别动 按照原样 我知道哥哥 您挑剔平大 您看 需用什么 咱就留下 不需用什么 咱就抬出去 再给更换更换 都抬出去 一样不要 那都抬出去 您呢 还使用我原来的东西 把我原来的东西搬进来 这些通通不要 曾国全知道 曾国藩有个最大的特点 医生节俭 不管当多大的官 走到哪 他就有几只破箱子 大多数里面都是书 好下他那书能装一传 作品由新洁听书吧 特别录制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走到哪 那书都塞的满满的 一张旧办公桌 一把旧椅子 还有几只方凳 一方竹床 原来的被褥从来不更坏 曾国权一皱眉 你现在是两江总督 管这四省军政大权 你还那样 不敢说 哥哥一沉脸 马上说过 搬出去 都不要 曾国宝在旁边 曾国宝是老兄弟 哥 那你不要给我得了 你不累 享受我愿意 我也享受几天 四哥 把我那屋去得了 曾国权一笑 哥呀 老兄弟要要怎么样 行给他吧 哗 曾国宝得了个便宜 心里说我也睡睡这南木床 我也享受享受 你不要苦命 苦命 你这喝苦来 时间不大 把曾国藩那套搬来了 竹床特别简陋 那书堆的码全都是 曾国藩一生简朴 这是一大特点 还有那当官的 小科长还比那科长还大不了两圈 就想享受 可我这屋自台什么样 门什么样 窗什么样 那能行吗 曾国藩这一点 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屋里收拾完了 众将都在外头等着呢 曾国藩又到了外头 当场训话 鼓励了大伙 要求大家 不要放松警惕 休息一阵之后 准备整队东征 大张还等着他们 现在基本是半放假的状态 所以大伙是欢天喜地的下去了 到了晚上吃完饭了 就剩下曾国藩 曾国泉 曾国宝 清哥仨 没人了 曾国泉把门关上 门前 下了卡子 没有他的话 任何人不准私进房间 曾国藩一看得鬼鬼祟祟 不知道什么事 哥 没外人的 我跟您商量点事 说吧 什么事 没破安庆之前 我就算计 我算计这伪英王府里的 之前的东西得有的是 因此我下了一道命令 我军进城之后 可以随便抢 唯独英王府不准动 所以呢 这有妥善保护 一点损失也没受 我进城的时候 封批都封着 裹不出我所料 进了之后 我一查点 好家这长毛子 真能享受 刨除您看见那些家具之外 那算不了什么 之前的东西 我划了划了 装了三大房间 古董 珍奇 珠宝 金人 装了三房子 我特命 专人手把 贴上封批 就等着您来呢 我哥 我估算了一下 这些东西 只白银 到不了一百万 也得八十万之上 我打算的意思 跟您请两个月假 我回家一趟 用船把这东西 都运到咱家去 咱秃个啥 咱秃什么 建立相拥 舍死忘生 抛头颅洒热血 不就为升官发财吗 升了官的 钱也得有 我当这些东西 都归咱老曾家 哥 你看咋样 没您的话 我不敢干 话还没说完呢 曾国翻的脸 当时就沉起来 三脚眼一瞪 放出两道凶光来 各位 哎呀 曾国全的汗就冒起来 不知道大哥 为什么如此动弄 曾国全 跟大哥曾国翻商量 要把得的一些贼赃 运到自己家里去 切为己有 曾国翻一听的脸就沉起来 我兄弟 你考虑没考虑 咱得相拥数万 有好几个月都没观想了 大家穷的都接不开锅 君想如此吃紧 你想把贼赃运到家里 咱家独吞 合适吗 哎 你这么想合适不合适 叫人家怎么议论咱们 要叫皇上知道了 咱们成什么了 就得担罪 千万不要妄想 传我的命令 这些东西 变卖之后冲坐军想 听没有 曾国全听完了 一步了脑袋 哥 不是我反驳你 我有不同的看法 您呢 就坐到屋里 想您这事 我明白 你一心一想当圣贤 是不是想当圣贤 两袖清风 一尘不染 将来著书立传 你是历史上的清官 那有什么用 咱什么事都得务实点 哥呀 我痛苦极了 您是不知道 我竟指挥打仗了 我不清楚 就拿安庆来说 安庆 哪个没发财 谁没发财 从当官的到当兵的 都肥的流油的 你官那点想算个什么呢 谁指你那点想人呢 得外快 得老了都 成船都往家里拉 咱老曾家哥 咱这么说吧 就因为你 我们不敢 这些年多一两银子 也没往家拿呀 家里都惨透了 您还记得不 您当年点上汉林了 放了四川的主考官 您可能挣了两千两银子吧 有这事吧 有啊 您给这银子拿到家去了 写了封信 您说一千两银子 留在家里生活费 另外一千两 给那些三亲六故 自己的好朋友 当初给咱家帮过忙的 这也对 知恩必报吗 您还列了个清单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 按照清单上给钱 全给了吧 咱家才唠了一半 以后您这官越来越大 人家倒没有老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 您知的人背后都说咱家什么 说您太黑 说您太黑呀 官大了 也不给他们什么补报了 三亲六故 一点光都占不着 大伙呢 牢骚满腹啊 用斜眼看咱家 其实咱家有什么 咱家什么都没有啊 外观人不这么看的 哥呀 就连皇上都不相信 你多一两银都不贪 谁都不相信 你说你这何苦来的 背着当大官有钱的名 结果什么也没捞着 不如就堵住他们的嘴巴子 捞我就捞个肥的 哥这么办行吗 这点东西 算我跟国宝的 跟你没关系 将来出了事 担责任 我去担钱 我去掉脑袋 庚哥 你没事 行不 胡说 断然不可 这点东西 必须冲坐军飞 先帝 你别蜀目寸光 人往往见利 不见害 余见食 而不见狗 食吃早早有一片 要有报应 紧就紧点 咱们有吃有喝 咱们有吃有喝 这贼脏绝对不可贪 得 我白费劲了哈 听哥哥你的 哈哈哈哈 您是一家之主 您说了算 您说干嘛就干嘛 兄弟 以后有时间再谈吧 这种事万万做不得 你记住哥哥的话 你没有困吃 弄得曾国权的嘴巴 撅起多高了 曾国宝也不满意 认为大哥太固执了 太保守了 哎 哥仨正在屋里的谈话之时 外边有人进来 康福进来 报 报大人 紧急上誉 紧急上誉 圣旨来了 赶紧摆香案戒指 展开圣旨 你看 曾国藩眼前一黑 贪乱在地 圣旨也落了地了 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抢救 抢救之后了 曾国藩是放声大哭 你们看一看 皇上 冰天了 哪个皇上 咸丰皇帝 咽了 嫁了 圣旨写得明白 咸丰圣主 在热河 七月十六那天 冰天了 大行皇帝 圆行了 您看过那个电视剧 垂帘平正 火烧援兵援 这故事跟那就连着 先锋皇帝啊 一看八国联军打到北京 没办法了 带着三宫六院 跑到热河去避难去了 好了 结果死在热河了 连北京也没回来 就那么回事 而且圣旨说的明白 皇上虽然不在了 留下一言 由顾命八大臣辅证 找全国各地都府 不必悲哀 不必进京表演 各行职守 听后安排 曾国藩呢 能不难过吗 哎呀 一想皇上死了 顾命八大臣掌握超纲 今后什么样子 心里他没笔啊 简短就说 第二天 就在两江总督衙门门前 举行了哭拜礼 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 顶带花铃 全都带笑 然后对着北边磕头 曾国藩动了真感情 因为他这个人呢 苦梦之道 对皇上的天恩 鸣科肺腑 没有皇上的赏赐 老曾家哪有今天 没有皇上的信任 我曾国藩没有今天 曾国藩哭的 墓中出血 曾国泉 曾国宝等人 也就是干毫了两生 曾国泉一边捂着脸 假装哭 心里说话 死你奶那个孙子 死就死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死了再换一个呗 哎怎么怎么的 我搂足了银子再说 我才不听邪呢 哎换谁换谁 其实我哥呀 还真苦 你这何苦来的 跟你不沾亲不带故 你干嘛呢这是 白官也都装下 哪有难过的 没看嗓音都挺大 各想各的心事 这个哭拜礼进行了三天 你看人多呀 灵堂在这摆着 曾国藩闲下来自己在想 哎呀没事了他闭上门 你琢磨 将来得往哪方面去 皇上死 皇上尽管对我心怀疑尽 不完全信任 但总的来说还是信任 估计我能有今天 但是皇上死了 顾命八大臣掌权 这八大人他一算 一亲王宰园 郑亲王萧华 协办大学是素顺 俄妇警寿是驸马 还有焦右营这几个人 这八个人自己基本都认识 这八个人他这一权衡 最说话算数 就这素顺 素忠他 素顺跟自己个人关系还不错 听说没有素顺的一粒宝剑 自己也没有今天 但是做人的原则 他跟素顺之间 不远不近 不离不合 老保持正常的关系 曾国藩做官非常严谨 非常谨慎 卖一步都得合计 和这一步卖的对不对 合计好了才能放下脚 所以跟素顺保持这关系 哎呀 这个素顺虽然有权有势 但这个人得罪人太多 太专横跋扈 时早有一天不能有好结果 我跟他不能太近了 太近了 他要早了 我跟着吃挂闹 这八大臣看来都是虚的 主要素顺掌权 那么为什么没有公亲王一心呢 公亲王那开明的很 是皇上的亲兄弟 怎么这八个人当中没有公王 看来哥俩不合呀 到死了都没调解好 哎呀 想起前途了 心里黯然 听说话 将来这个相拥的命运怎么样 八大臣一合计结散 我就得结散 回家抱孩子就就得抱孩子 命运在人家手中主宰着 心乱如麻 哎 正这时候 他最好的朋友 胡林义 从吴昌来 他跟胡林义是交情莫逆 书说简短 胡林义 哭罢了之后 李杰走过去了 晚上没事 关上门 跟曾国藩两个人贪心 我说低声啊 现在朝廷发生巨大的变故 你都知道了 圣旨到我都接着 你说这顾命八大臣 谁说了算 不清楚 其实曾国藩耍心眼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装糊涂 问胡林义 你说 宿顺 肯定宿顺掌握大权 不过宿顺为人 专横跋扈 将来不会得好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人 你知道 这个人十分了得 你千万要留神 这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的是谁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领兵在外 老也不上北京 消息闭塞 我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人谁 我提个醒你就知道了 当初的姨贵妃 你知道吗 叶赫纳拉市 是他们 对啊 小皇上的生母 这个姨贵妃可了不得 这个女人迟早有一天 非得掌握大权不可 据我所知 他跟顾名八大臣之间 矛盾极深 肃顺就想揽拳 他也想揽拳 将来有好戏看 咱呢 就站在岸边 看他们怎么斗吧 曾国藩这才知道 他们说的谁 就是那慈禧太后 现在慈禧也站露头角 北京的消息 已经传到外边了 曾国藩 坐在心里有数 胡立毅就说 此番我来见你 不为旁的 老兄 今天我跟你谈话 我豁出我这脑子去了 我说你我弟兄 不分彼此 你干嘛一神一鬼 你想说什么你说吧 我说老兄啊 你现在手握大圈 江南是群龙无首 非礼莫属 你现在实力雄厚 要兵有兵 要将有将 你要能听我的 曾国藩 你看就明白了 叫他造反 现在群龙无首 天下大乱 你捅我重兵 你干嘛听他 胡立毅接着往下说 老兄你要有这心 我联络左宗棠 我给你们打下手 咱们就借助这股劲 万人拥戴 何必大权落到他们手里 咱们自己单挑不就得了吗 尤其他是满人 咱是汉人 干嘛听他的 曾国藩的汗就冒出来 哎呀老兄 千万别说这乐鬼的话 你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什么都没听见 曾国藩的心 吓得蹦蹦蹦蹦直跳 古灵一看 你胆小不敢干 万万实不得 什么都是 我一定做忠良 我不能做叛乱的事情 这是开玩笑 千万别说别说 我 好吧 老兄啊 既然你不敢干 那我就不忘瞎说了 不过你记住我的话 迟早西边的要掌握了大权 你有后悔的那天 咱们都得落到他手里头 一个也不太好的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 今天我跟你谈话 重要不重要的 恐怕你追回莫及 哟 胡林义 乘性而来 败性而回 回了湖北武昌 胡林义 是湖北巡抚 国家二品大员 看得透透 但他没那种实力 想古的曾国藩干 曾国藩不敢 所以他非常失败 后来胡林义回去 连窝火憋气 为国事忧心 大口吐血 一病不起 没几天他死了 湖北巡抚又换人 咱不必说 打这之后 曾国藩就住在安庆 调兵前将 准备大队人马继续 东征 曾国藩 每天抓紧时间 训练相拥 准备大好的时机 继续东征 一举攻下江明府 就是把南京拿下来 大功就告成了 就在这一段时间 他没少接到圣旨 头一个消息传来 使他惊呼不止 什么事 两太后 东太后 西太后 扶持着六岁的小孩 登基了 宰春 起帝号 叫同志 顾命八大臣 仍然辅政 二一个消息传来 太后联合公亲王 制服了 顾命八大臣 速顺 砍头示众 端华 等 刺字文 上吊 顾命八大臣 解体 有人提议 太后应该垂帘听政 公亲王 逆心 升为 逆政大臣 军机首席大臣 这朝里的变化 顺其万变 曾国藩每天都心惊肉跳 听上面的消息 同时 他得着赏赐还越来越多 头一份圣旨下 皇上颁奖 赐香勇 改名为正式的香军 您记住 香勇从这天开始叫香军了 国家终于承认了 原来叫勇 不叫军 所谓外边的编制 那就是战争年月 留着你 不打仗了 回家抱孩子去 回家种地去 现在承认正式的军队了 这是一大喜事 是曾国藩多年盼望的 另外随之而来的 曾国藩个人的荣誉也达到顶峰 实受曾国藩 两江组都 截至江西 江苏 浙江 安徽 四省的兵权 巡抚 提督 以下所有的官员 曾国藩 有权调用 有权任联 这是大权在握 爆 好消息传来 加曾国藩 太子 少保 携办 大学士 一个荣誉 挨着一个荣誉 一个荣誉 挨着一个荣誉 他觉得荒恩浩荡 没听胡林义的话就对了 我怎么能干那种荒唐的事 你看 新竹登基 对我恩德不薄啊 下桂冠 一个街的一个权力是一天比一天大 但曾国藩吓的是心惊肉跳 官大生险 树大招风啊 马上写折子 奏明皇帝 开去协办 大学士 我不能通管四省军政大权 我没那个能力啊 要求更换能者 臣力所不及 一再辞退 一再辞退 一再辞谢 上面坚决不允 非你莫属 曾国藩都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呢 怎么这么多好事落到我头上 他不明白 因为这个苏顺终于倒台了 倒台抄了家了 在他们家里人一抄 光往来的信件 装了多少箱子 都是私人的秘密信件 人一完了全露馅儿子 当时速顺掌握中书 说一不二红的法子 各省都府 县道将军同志 都跟速顺关系密切 千方百息 打速顺的溜须 那信写的都有过头的地方 这一抄家落了下 皇上太后都知道了 按照名单 该处分就处分 里头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信 一封密信都没有 哎呀 他连公王一心都感觉得奇怪 看来曾国藩可用也 可戏也 他这个人 可用 所以 连着就给他赏赐 看得出 公亲王一心 两宫皇太后 想要拉曾国藩 这才给他带上一连串的桂冠 曾国藩不知道 哎呀 天天有人来倒行 消息传开 喜事是不断 当然曾国藩是高兴的 高兴是高兴的 忧虑重重 甚至官大生险 树大招风的道理 这一下子驾驭不了 将来我一步十足了 我可倒着血没了 他又有顾虑了 所以这一有顾虑一着急 他那悬病又犯了 晚上睡不着 就卡着卡着 挠我挠得多人 出了血筋 多的不次养了 多人睡着了 精神是 晃晃乎乎乎 吃喝不下 明显消瘦 这一天 心腹爱将 彭玉林 从池州来 一来给老师贺喜 老师连连的喜报 来贺喜 等晚上没事了 剩下爷俩了 藤玉林是无话不谈呢 老师啊 今儿咱不谈公事 报喜的事都过去了 咱谈点私人的事可以吗 说吧 什么事 老师我瞅你明显瘦了 咱爷俩相处好几年了 您说您就这一个人转战南北 您这屋这么朴素 白天热热闹闹 到了晚上是冷冷清清 我心疼您 我的意思呢 替老师着想 您找个怯德 找个小怯 聪明伶俐的服侍老师 您说是不是也方便呢 那个王精奇是个男人 粗手笨脚的 怎么说也不妨 您身边也有说话的 唠嗑的 比如说您选饭了 给您挠挠痒 衣服脏了 给您洗一洗 在您身边能服侍您 您精力能旺盛 能得到良好的休息 给国家能多办点事 这话呢 我始终不敢说 师父 今天到了这时候 您掏心窝的 跟我说句话 找个窃 您愿意不愿意 这 哎 鱼鳞啊 我何尝没想过 但是 别说了 一 舆论 难抗 另外 也找不着合适的 这是你知道 我一个摔老头子 满身奢旋 谁愿意服侍我呀 哎 这您说错了 老师这您说错了 您是当今第一位人 选什么样的没有 您还说你 那是他的福气 我就问老师一句话 你愿意吗 你愿意 报到我身上 我替你选去 您把条件先交给我 我做的心里有点 好吧 实际上我夫人 也没短了来信 夫人也一再要求 我在外面找个妾 好服侍我 我始终没有答应 现在我感觉到 我明显的老了 大字不带花镜 我都看不见 我这左眼疼痛难忍 我总觉得不久 我这眼睛就得瞎了 尤其到晚上 选机发作 痛苦难当 我是苦不堪言 白天是一个人 晚上又是一个人 活着都没有资本 既然这样 这事就交给你了 多谢老师 早应该这样 您何苦的 夫人在湖南老家 又不能陪伴着您 您就指挥着打仗 这走那走 身边没人怎么能行 你听外观的干嘛 外观能当什么 他能服侍您 人都会说现成的风凉话 他没想到旁人怎么熬的 这个您别管这些事 您交给我 您说都什么条件 玉琳啊 这跟你说 有就算没有就拉倒 年纪不要大的 本来我就衰老了 再找个年纪大的 是他服侍我 是我服侍他 这不成累赘了 找一个年轻点的 另外呢 模样不要太漂亮 切记不要太漂亮 但多少也顺得过去 只要五官端正 聪明伶俐 就可以 至关重要的一条 必须心地善良 性情温顺 千万别找那暴烈的 你明白 明白了 还有 最好识文断字 认得几个字 帮着我整理整理文读 起草点什么东西 我也就省着事 不就这条件吗 交给我来 你平心 书说简短 打这天开始 这彭玉琳呢 也不打仗 利用机会 给选了仨 领来了 叫曾国藩 一看 曾国藩全 不满意 一看这啥 不是土头土脑的 要不是胆小如鼠 一见曾国藩 吓得手脚没定放 藏头藏尾的 不那么落落大方 不满意都辞退了 后来曾国藩就说算了 我没说难了 选个合适的 不那么容易 彭玉琳也挠头了 真格的就找不着 但是说这一天 曾国藩正处理公务呢 眼前一亮 门开了 彭玉琳乐呵呵从外不进来 师父 你忙着呢 曾国藩赶紧把笔放下 坐坐坐 不不 我先不坐 您看这人怎么样 进来 进来 来进来 人鸟晃动 从外边走进个姑娘 文志彬彬来到桌岸前头 飘飘万福 哭通就跪下了 老师 您看 我又给您选了 曾国藩往下 看了看 抬起头来 是 哎呦 曾国藩一瞅 这女孩还真行 平头正脸 无观清秀 谈不上漂亮 但是从眼睛眼角 身听身段 高矮胖瘦 也有几分迷人 一看就满意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陈 我叫陈春艳 多大年纪 二十二岁 听你的口音 你是湖北人 湖北咸明的 咸明我也去过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父亲早年亡故 剩下我娘 哥哥嫂子 就这些人 家里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是教私塾的 教书先生 哦 这么说 你也识文断字了 反正眼前的字 我也能看起来 太深的学问 我没有 站起来 站起来 我看看 行 朋友您看 是吧 这怎么样 陈春艳 您要满意就把他给您留下 我都跟他谈了 他非常高兴 而且这人呢 非常善良 根据您提的条件 一点不差 您要满意就留下 不满意咱再换 算了 算了 玉琳啊 叫我怎么感谢你 那就把他留下吧 哎哎 谢天谢地 彭玉琳心说 那是我师父 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没有我师父 能有今天了 我也得批我师父着想 我师父满意了 我算尽到徒弟的责任了 当然也高兴 春艳呢 我走了 我告诉您的话 你不要忘记 好好服侍我老师 明白吗 我懂 是吧 不早了 我走了啊 嗯 改天 我喝您的喜酒 好 大家同喜 哎 玉琳啊 现在离着国治 还有多少天呢 到期没到期 到了 给皇上代孝 就是一百天的 今天正好一百天 没事的 你查准了吗 一点都不带错的 所以今儿个我才给您送来的 我掐着日子算的 那你就回去吧 改日我再请客 是是是 师父 您早些的 朋友您走了 孙国藩也不办公了 高兴 在屋里都转了两圈 初燕呢 你过来 我看看 初燕刚才心 登登登登登 直跳 简这么大的官 那俩眼都冒光 她身上起鸡皮疙瘩 这回没人了 仔细一看 这老头还挺善良 眼睛也不冒那胸光了 架子也放下了 挺和蔼 挺可亲的 所以就不那么恐惧了 淳言啊 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身上都是病啊 鹏的人跟你讲过没 都跟我说了 他说 大人身上长得叫蛇选 痛苦了几十年都医治无效 是啊 是啊 我是个摔老头子 老眼昏花 昏身玄机 你服侍我 你不委屈吗 大人瞧您说到哪去了 我能服侍大人 是我的福分 我 我就算登了天了 我一点怨言也没有 曾国藩听把这哈哈 大笑 大笑 曾国藩 那了个小妾 叫陈春艳 二十二岁 这姑娘啊 落落大方 说话口齿凌厉 而且非常温顺 长得还不错 谈不上什么美丽 但是曾国藩 一看就喜欢上他了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 曾国藩 曾国藩这么做 好像是不太合适 但是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那这儿官场之中 三七四妾者 比比皆是 唯独曾国藩 这方面没有 就是原配的夫人 欧阳氏 欧阳氏 常年在家 孝顺公婆 婆婆死了 还有公公 一大家子 没个主妇怎么行 还离不开家里头 还得教育孩子 曾国藩一个人在外头 转战南北 浑身是卷 痛苦难当 根据实际需要 也得有个人在身边服侍 曾国藩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才纳了这么个妾 并非说他是什么圣贤 但是呢 曾国藩是迫于无奈 没办法 这个小妾一来了 曾国藩当然心里是高兴了 生活空间 马上就空气都变化了 不有那么句话吗 老头心里这一高兴 精神焕发 血液循环也加快 脸上也放出光彩 这一天晚上 曾国藩是极其高兴 没有什么轻狂的表示 没人了 他跟春艳闲闹 他就跟他讲 你是我的妾 就是我们老曾家的人了 我呢 一定真心对待你 你呢 眼里要有点活 怎么办 你自己考虑 样样的事情 你自己斟酌 既然你是我的妾 是我家里的人 我家里的事 你得清楚 啊 你坐下来 听我跟你讲 这春艳不爱听 也得听 打来洗脚水 曾国藩拿热水 烫着脚 手碾着胡须 唠唠叨叨 讲其老曾经的事 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开讲 讲到祖父 讲到父亲 讲到自己 讲到儿子 讲到媳妇 三亲六顾 得了乐 得了乐 也不知道这个春艳 听得懂 听不懂 似笑非笑 低着头 在这不住地点头 喝 曾国藩高兴 打开了话匣的 这一讲就俩时辰 俩时辰 多长 四个小时 比我这说书的时间 还要长得多得多 越讲越兴奋 躺完了脚 春艳给做了点夜宵 吃了点甜食 喝了点汤 曾国藩叫他心里挺舒服 这完事了 不 曾国藩晚上有写日记的习惯 还得写日记 提起毛笔 把一天发生的事情 筑条筑句 全写下来 写着写着日记 曾国藩突然想起点事 哎呀 我纳妾了 现在正在断国校的时候 皇上死了 一百天之内 不准唱 不准有颜色的东西 断国校 全国悲哀 更不准娶媳妇 纳妾 我 我这时间到没到 日子到没到 黄玉琳说 今儿个正好是一百天 难道是真的吗 这不能马虎 我得算算 从七月十六 他掰手指的算 算算算 算到今儿个 十月二十四 不对 两头算上才九十八天 没到一百天 这可犯法呀 这要传扬出去 这还了得吗 想到这 他把笔放下来 就像蝎子遮了一下 来人 我春烟也吓了一跳 这头头是怎么了 刚才听温顺 怎么眼睛立起来 仆人汪精七 在外头听起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风是风 火是火 推门进来 大人 有事吗 去 把他领到 别的屋里去 让他住几天 三天之后 再给我领回来 王精七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也傻了 我 大人 都安排好了 就让他服侍 您休息 怎么又 又把他领走呢 出宴下的苦痛 也跪下了 大人 难道我做的什么事情 不对了 我说的哪句话 您不爱听了 大人 千万别连我走 我愿意服侍大人 您这是为什么 哎 你不懂 我并非免你走 过三天 还把你接回来 这属于国家大事 你怎么晓得呢 景七 领走 哦 王精七一听国家大事 明白了 大人 谁也不知道 您就在这住 谁知道啊 您干嘛那么认真 糊涂 荒唐 领出去 哎 领出去 王精七啊 往那走着还乐 心说这老头 太固执 哎 差那么两三天 算什么呢 门一关 在屋睡觉 谁知道 哎 哎 也罢 这老头一辈子就这么认真 哎 把春宴领出去了 咱这么说吧 过了百日 断国校了 春宴才搬回来 服侍着曾国藩 您不信 这晚上不信 从这开始 再看曾国藩 容光焕发 老头 辈儿精神 原来都粘辈儿了 粘辈儿 老太隆重 本来他在五十缸挂领的人 一看赶上七十的 老是愁眉哭脸 你看他瞪眼睛的时候 那就是为国家是 着急 要打仗的时候 平常 老提不起精神 哎 现在好了 呼吸也顺利了 脸上也放了光了 嗯 大伙看着心里非常高兴 曾国藩的心也非常舒畅 因为什么 工作之余 只要回到寝室一看 井井有条 这春宴 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 被入蝶的整整齐齐 屋里归拢的样样得体 而且曾国藩就往那一做 不用打招呼 该有什么就有什么 吃的也满意 休息的也安稳 所以精神头这一足精神焕发 哎 脑瓜也好使了 曾国藩一想 有几件国家大事急需处理 一 薄局李鸿章 赶奔上海 上海这地我得掌握住 将来前途无量 薄局左宗棠上浙江 让他们建立怀军 建立储军 跟我的乡军 我有这三支人马 是天下无敌啊 推举他们 其实也是为自己写本章 请示皇上 哎 现在这曾国藩真行 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 不多久 胜欲下 全都照准 李鸿章感动的热泪盈眶 是否 感谢老师的举荐 弟子就要起身了 临别之事 老师还有什么交代的 少全哪 此番赶奔上海 要好自为之 我已奏请皇上 允许你练军队 你的军队就叫回军 明白吗 我明白 有什么困难 今早跟我打招呼 我听候你的佳音 希望你此番到了上海 如龙 如龙 入大海 虎归深山 大有可为 多谢恩师 李鸿章走了 咱就这么说吧 这天开始 李鸿章开始飞黄腾达 为什么以后做了大学 是支离总督兼北洋大臣 大权在握 离不开曾国藩的栽培 另外举一件左宗堂 率领他的储君赶奔浙江 皇上也召准了 左宗堂来信表示感谢 现在就三支军队了 将军 储君 怀军 数万人马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曾国藩奏请皇上批准 建立三个水师 原来有长江水师 还有内湖水师 现在要建立太湖水师 要造兵船 要买武器 恳请皇上恩准 皇上执意下 赵准 批什么 批准什么 那么现在这曾国藩是非常疯狂 这还不说 曾国藩又想到一件事 这两军阵前开兵建杖 咱这武器也太落后了 要想改善 就得用重金 从洋人手里头购买 一个是价钱贵 一个是不方便 远隔万里重洋 还得等人家日子才能交货 比方说 我们自己要能制造 该多好 但是制造得有这方面的人才 打着开始 曾国藩 网络人才 让大伙给己见 看谁有这方面的能量 不多久来个人 毛遂自荐 姓荣 叫荣宏 小伙长得大个 平头正脸 口四悬河 才高八斗 学的是物理几何 中国学的是四书五经 一听人家说这往XY的 不明白 曾国藩有这个先进思想 虽然不懂跟荣宏一谈 荣宏是大人你放心 我从小就在外国流洋 实不相瞒 我没到您这之前 我到太平片国去过 我一共住了二年 我也不怕朝廷治我的罪 原来我对太平片国的印象很好 我想发挥我身上的才能 我接触了他们下层 下层的圣兵 下层军官还都不错 唯独这上层是腐败透地 争权夺势 高薪斗角 腐朽不堪 他们也不干正活 因此我一怒之间离开了天国 浪迹天涯 专心研究我这几何 跟外国人经常接触 我有几个美国朋友 有几个英国和德国朋友 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如果大人您愿意的话 您拿钱 哎 这事我承担起来 只要您相信我 曾国藩还真行一张嘴给了十万银子 容红啊 这事交给您 容红还真是正人君子 经过几个月的奔走 又请了十名工程师 这都是制枪制炮的专家 云集安庆 曾国藩又博写巨资在安庆成立 内机械所 机械所 干嘛 专门制造大炮 跟开花炮大 容红就做了的监理 负责这方面 曾国藩对此非常重视 三天两头跑到机械所 到那试察 跟容红彻夜长谈 容红拿出不少图纸来 给曾国藩讲解 曾国藩是似懂非懂 就这么机械所成立了 曾国藩说 如果行之有效 将来我告诉李少全 在上海 在浙江 在西安 在各地都成立机械所 那要一生产大炮 跟开花炮弹 那就解决问题了 全力对付长毛子 要过来几个月 容红没有辜负曾国藩 好信传来 炮 造出来了 炮弹 造出来了 用曾国藩大喜呀 心说我是开创的第一人 为了大伙不知道 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 他看了看炮 也看了看炮弹 做了几次试验 甚感满意 这一天曾国藩 传下令许 小玉文武官员 特别是带兵的将官 少官以上全要参加 在西门外大教场 让你们开开眼 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服装整齐 配件悬刀 等来到西门外大教场 你看这广场 周围是军队 西洋军一个挨着一个 站着牌 大伙一看这 干嘛呀 靠着这边坐北向南 一溜椅子 能坐下二百来人 那椅子上都有条 谁叫什么名 谁叫什么名 按条入座 等曾国翻进来 全体起立 鼓掌欢迎 曾国翻满面 培笑 来呀 推上来 用红绸子盖着 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才注目 观看 曾国翻 在安庆 西关外大教场 大会文武 都参加 他兴致勃勃的命人 推上一个东西来 用红布盖上 等把红布撤下去 人们才发现 闹了半天 是一门 田击炮 那又说怎么叫田击炮 田击就是青蛙 就是那蛤蟆 它那形状像田击 前腿抬着 脸扬着 这种东西 一般的人管的叫田击炮 大伙没少见 国产的没见 头一次 安庆出的 这门炮的炮身 是赠名瓦亮 大伙甚感惊奇 曾国翻居中而坐 告诉容红 你负责试验吧 是 容红按现在新词来说 安庆机械所的所长 也是生产这的厂长 全权负责呀 各位 我来介绍介绍 我奉曾大帅所拆 奔走数月 咱这机械所 现在开始生产了 这是第一门田击炮 这门炮 究竟怎么样 让大伙当面验看 都看一看 看看他的威力 是大还是小 咱们说演习就演习 大家往挣钱放开 大伙一瞅 离这三百丈以外 有一所房子 底下是石头顶上的是砖的 大伙看着 那就是目标 现在咱对准了 就试验试验 咱这个开花炮 准备 来了三名 香菌 身强力壮 一个手拿长杆 长杆头前 还绑了个头 干嘛 往炮口里捅东西的 有两个 一个拿起炮弹 一个拿了一包炮药 怎么说吧 那这那炮他也笨 这药在炮口里输进去 一口袋塞进去 然后把这炮弹拿起来 在口子也塞进去 拿杆的过来 往里很一怼 怼靠了 怼结实了 往后一退 另外一个乡军 手中拿着火绳 对准之后一点 注意啊 各位大人 研尘过去之后 大伙一看 把那房子打下去 一个脊脚 再放第二包 日 第三炮 日 四发炮弹 把那房子那一片 移为平地 曾国藩说大伙过去看看 众人赶在现场 一看把房子打得 砖瓦乱飞 一围平地了 没说 有人在地下捡起这炮弹皮子 锯齿狼牙 别扎手啊 看见没 容红介绍 各位啊 原来我们打的炮弹 是死心的 死心的 还沉还笨 威力还不大 现在我们发射的炮弹 叫开花炮弹 嗯 是空心的 有人就不明白了 他怎么能空心的 他这么大威力 空心里边有药 有眼性 打出去之后 自动爆炸把炮弹崩碎了 在方圆几十丈之内 发挥杀伤力 因此的杀伤力 是最大爆炸力最强 原来我们落后 就落后到这儿了 西洋人 人家早发明出来 现在我们模仿他们 也能生产这种 开花炮的炮弹 大家掌声雷动 曾国藩更高兴了 各位啊 现在一场大战 在即 长矛的 现在十分猖獗 不用这种杀伤力大的 开花炮弹 不用这种先进的大炮 我们很难取胜 现在我已命令 机械所日夜加工生产 这种大炮和开花炮弹 不过我们现在刚起步 生产的还不多 每天能生产十二枚炮弹 一天生产十二枚 十天一百二十枚 也就是说这一个月 能生产几百枚炮弹 造炮就更难了 一个月能造出两门来 十个月才造出二十枚 大战在即 光靠我们自己的生产 还远远不够用 因此还得忍痛 割爱 从洋人手里的购买 大炮 购买炮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 将来如果行 我们逐步再扩大 但愿着每天能生产出 几百发开花炮弹 每个月能生产百八十门大炮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忠然又鼓掌 最后曾国藩奖 各位啊 打开历史看一看 火药乃是我国发明 我们早就发明 大家知道南宋吗 南宋的时候 火药相当兴盛 有人就制造过竹炮 把珠子的结打通了 里边搁上火药 喷射出去 就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一百年之后 有人又研究用珠筒 喷射火药 那就是现在的洋枪 我们有火药的时候 洋人还不懂的是什么 只是遗憾的是 近些年来 我们远远的落后 人家发展起来 把我们远远的给超过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傻 我们也不笨 洋人也不比我们多一个心眼 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 只要我们奋起直追 时早有一天 我们要超过洋鬼子 当今我们制造这种东西 是对付长毛 那么将来呢 我们还要用这种东西 对付洋鬼子 再欺负我们 我们也不怕 和曾国藩是振振有词 讲的大伙热血沸腾 一个个是摩拳擦掌 大帅说的对 大帅说的对极了 李栋站起来 大人 我的李自营 现在武器装备很落后 这门炮和这些炮弹 能不能先给我们使用 有几个营官也站起来 是啊 大帅 先搏给我们营里吧 先给我们吧 各位不要乱 不要乱 我没说吗 现在我们还生产不出来 远远不够用 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已告诉容先生 昼夜生产 但是咱们军队太多了 十万之重 得需要多少 不久 李绍全从上海通过洋人 还要买进三百门巨炮 到那时候全分到你们各营各烧 放心 每营每烧全都有 一定给你们装备好了 大家不要争 不要争了 大家欢天喜地 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 人心振奋之时 当天晚上 曾国藩就召开了军事联席会议 做出作战方案 作战方案是三个重点 无路进军 攻打江宁府 攻打江宁就是南京 三个重点 指什么说的 指他兄弟曾国权 吉字营为重点 主攻南京 李鸿章的怀军 从上海冲兵 从东边往西打 是一重点 左宗堂 从南边往北打 这是一重点 另外 无路进兵 以曾国权为主 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是开赴江宁 咱们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单说曾国权 曾国权跟曾国藩不一样 此人好斗 性子也矮 脑子一热 不计后果 不像曾国藩 老盘算老算计 他没有什么顾虑 大哥把权力授予自己了 而且无路的兵 以他为骨干 自然是高兴了 带着曾国宝 大军出发 赶奔南京 一路之上 非常顺利 大军就开到渔花台 就到了南京的边 渔花台 他在渔花台 选好了地点 安占老营 命令手下的军兵 挖战壕 布露角 修工事 几万大军就住在这 第二天起来 曾国权 曾国宝 在伟郡一大帮参谋 幕僚的陪伴下 视察南京的城坊 都骑着高头大大 远远的看着南京的城墙 曾国全心说 我长这么大 头一回到这来 我大哥在十年前 就痛下决心 将来的乡勇 要变成乡军 我们的目的 是指导江明 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长毛子的红袖拳 所谓的那个天王 就在这里边住 嗯 他这城怎么这么大呀 伟郡陪着他视察 一边走一边给他讲 大人 这江明 古来这也是帝都啊 城墙乃全世界之罪 各国全算的一起 也没有这城市大意 城墙这一转圈是98里 那么大啊 多少个安庆 也不及这一个江陵城啊 百十来里的城墙 又高 又厚 又坚固 地基全是大条石的 上的都是巨砖弃城啊 顶上砸的是三河土 城墙顶上 能定牌走两辆大车 现在战争年月 长毛子又把城墙 加宽加厚 而且修了不少明保暗保 一手难攻 妈的 曾国全一看 我这几万人 围南京啊 叫会一样 连个脊脚都包不住 好吧 再难 也得把它吃下来 第二天 分兵派将 吊炮 攻打南京 边都站不上 打什么南京 李治平远家 一顿大炮给打回来 不够给人宽养养的 相反 还损失了二三百人 曾国全为此事 急得要命 曾国全心这么想 谁先进南京 谁抢了头一功 这是震撼全国最大的功劳 我现在到了眼皮底下 我要坐视良机进不了 城 功亏一亏 别人先进了城了 别人抢了头功了 那哪有多倒霉啊 我得抢这头功 另外听说 这江宁城里头 天王公 各王的王府 这些长矛的养尊处优 金银堆积如山 净好东西 我要先进去 你都归我了 所以曾国全眼睛都红了 等着那四路人马 等不 等了好几个月 那四路人马 吃吃味道 曾国全急得烂蹦 命探马 南齐打听是怎么回事 南齐观像的禀报 将军啊 你别着急了 属我们来的最快 最顺等 那四路人马纷纷受阻 长矛的豁出去了 打的正在激烈之时 迟迟不能到位 来不了 曾国全一看倒霉不 五路大军就我这一路 我包围不了一个成脊脚 这仗还能打吗 他心里急得要命 偏赶这时候闹瘟疫 传染病 日本人讲话叫狐狸拉 也叫祸乱 在军营蔓延开了 一天别死一千多人 就站着站着哭通躺那 就没气 一个人得了病 传染这一大帮 哎呦 这瘟疫这东西 别人还不说 这哥俩全得上了 哎呀得的还厉害 曾国全体制好 制得及时 带病坚持领兵带队 曾国宝可不行 就一病不起啊 哎呦可把他急坏 兵营之中带兵官 一倒就一大溜 后来曾国全不惜重心 从外地请大夫来给调治 也不见功效 就这场瘟疫 前后死掉了好几千弟兄 军心当时就凉快了 都大了脑袋了 来前兴致勃勃 现在弄得全低了头了 就在这瞪眼瞪死 你说着急不着急 一个月过后 曾国宝 短命了 二十刚挂灵 一命呜呼 消息传到安庆 曾国藩大惊了 怎么老兄弟死了 痛不欲伤 后来把零酒运到安庆 曾国藩举行了调研仪式 后来把兄弟送回园冀 曾国藩大惨 负负责 把零酒派专人送回乡乡厢县 痛失碍毙 心乱如霸 曾国藩一盘算 原来出兵的时候 兴高采烈 没想到处处受主 五路大军 有四路被主 就是兄弟曾国权 这一路还行 但是现在闹瘟疫 死了这么多的人 兵无斗志 在那待着等于等死 这怎么行 曾国藩掉了几次 曾国权 叫他马上回石回安庆 曾国权就是按兵不动 不回来 曾国藩就有点恼火 心说兄弟 你现在到大了 翅膀硬了 当初我说话 你连个不字都没有 现在跟我分平抗礼 我作为统帅 我调你回来 你都不回来 你想干什么 太不像话了 曾国藩一怒之间 也是疼兄弟 也疼爱那几万士兵 亲自坐着船 来到渔花台 简短解说 一见着曾国权 一看呢 曾国藩这火 就消了一半 曾国权瘦的 又黑又瘦 刚得了一场病 全意 曾国权率队应接 哥 你来了 白天陪着视察阵地 维静做了详细的说明 曾国藩一看 战好相连 纵横交错 堡垒坚固 可攻可守 点了点头啊 看来兄弟 能够督挡一面 国权挺了不起啊 果然是个大财 晚上没事 亲哥俩 烙起心服事来 曾国藩把脸 望下一沉 老四啊 你太不像话 我三令 无神命 你撤兵 你阴和迟迟不动 哥 您来的太好 您要不来 我想抽个时间到安庆 跟您探讨这个事 您为什么叫我撤兵 先弟啊 这不明摆着呢 国宝不在了 每天都在死人 本地闹传染病 士气低落 兵无斗志 此期一 二 你觉得你这几万人不少 你就在南京的眼皮底下 现在长毛的实力雄套 别看咱打到江宁的边上 长毛的不是彻底完了 现在他各地的人马归龙到一起 也不下八十余万 天津城里有十万 外围有十六万 要把这些人马集合起来 偷袭羽花台 把你这一包围 你好得了 一口就把你吞掉 哥哥不是出于这个考虑 你现在孤军深入 极大不利 那四路人马吃吃味道 你孤军奋战还赢得了 我让你退 为的是保全实力 你还不懂这个 哥 我不怕你生气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能撤兵 为什么 哥哥倾想 我们劳师迷想 万水千山 好不容易来到羽花台了 大军站住脚跟了 就受了这么点挫折 就撤兵了 别人的怎么看子 哥 您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的确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都无关大局 兄弟死了都难过 该的命短 他死于不死 不管大局 只是一件伤心的事而已 另外瘟疫 来势甚猛 现在劲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最近就没死人 既然已经过去了 我们为什么要撤兵 您说的 怕长矛的把我吞掉 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 长矛的城里的 他不敢出来 他手天经都忙不过来 他敢出来吗 自顾不暇 十万人等于没有 外围的十几万军队都在作战 有少权牵制他一部分兵力 有左级高牵扯他一部分兵力 他是左右顾及不暇呀 哪有人马上这跟我来吃我来 不可能啊 抽掉个三万两万人行 要说抽掉十几万人 不可能的事 我不怕他把我吃掉 我希望他来兵对兵 降对降 他打一场硬仗 这是一 另外哥你考虑过没有 谁都瞅着金灵是块肥肉 我们不娶别人必先娶 一旦左级高李少权 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 人家要先夺了偷工 哥你后悔不后悔 我之所以不动 像个钉子一样钉在这 我就等着那一天 我相信破城的头一个是我 进江宁的头一个是咱们曾家军 我就代表哥哥你了 功劳无论如何是老曾去的 不能让别人夺了去 言辞种种 我绝不能退兵 哎呀 你真别说 曾国藩一听 兄弟说的还极其有理 那么老四啊 你认为你得这待着心里有底 有 我什么都不怕 另外哥再跟你说 我现在办了两件事 什么事 一 我已经派专人回乡乡 牧勇去了 招兵去了 大概月底 人就会到 多了五万 最少也得三万 我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加上几万人 我怕谁 哎 这是一 另外再跟大哥你讲 我派了二三百人打入到金陵城 我派了细作都打入城里去了 要看 曾国藩还真没想到这时候 哦 长毛的眼皮比起有咱的人 那当然了 而且我派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 城里的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朵里头 长毛子一举一动都在我手心里钻着 我怕什么 是吗 兄弟弟真行 哥哥我指挥战斗这么多年 居然没想到这一点 跟我说说看 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 哥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我派进去的人都打入他们的上层 这些人跟我讲 现在那个伟洪天王洪秀泉 打进了南京之后 就没离开过天王府 也别说没离开 就有一次离开了 那是到东王府 加封杨秀卿为万岁 就走了那么一回 剩下就在宫里的一人 过着花天酒地 糜烂的生活 那个人是腐败透顶了 现在他的高层领导是离心离德 就指这俩人 一个叫红人干 红人干表面上总理全国事务 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大权在握 实质上这红人干是个书生 下笔千言胸无一策 轮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所以带兵的官根本就不服他 他是指指挥不灵 空有七名 五有七十 这是一个事 另外掌握实权的 现在还有一个人 就是新进加封的中王李秀成 对 我听说李秀成这个人十分了得 一点不假 李秀成很有能力 别看他是长毛子 这一点咱得服他 排兵布阵 攻杀战手 窦眼 埋伏样样精通 而且对围天王一颗忠心 尽心尽知 遗憾的是 这么样一个人物 红秀全不信任他 自从扬尾内讧之后 红秀全害了怕了 对异性的人领兵 他从来就不放心 因此又实用李秀成 又不信任他 两个人矛盾是极深极深 上层领导集团 既然是这样 咱就有空子可钻 哥 您说这个机遇多好 我能放弃吗 我能撤兵 这倒是 那你有把握拿下江宁吗 哥 今天正是我要求您的事 哥 您不来了吗 我现在啊 是这么想的 这南京 有两方面往里头 供应货物 什么吃的喝的军需用度 从南从北都能往城里的进 北边靠着长江 长江的水运通过水溪门 能运到城里 南面通过旱路也能运进去 只要供给给他东西 对咱来说就大大不利 因此我就主意 关上南门北门 给他掐死 断绝水 断绝粮食 断绝一切用品 不战自乱 大哥这您比我清楚 现在看来我负责的是北面 您能不能帮着我把北门给他堵死 说吧 怎么个堵法 您看地图 大壁图打开了 曾国权用手一指 你看到吗 这就是长江 长江在江宁的北边和西北边 这两方面 现在长江通道都归我们掌管 唯独这一小块挨着南京进的 依然在长毛的手里 我们要动用水师给他夺过来 重点就是九福州 能把九福州掌握过来 就等于把北门关上 哥呀 您得派水师啊 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 拿下九福州来 就可以说 南京就拿起一半来了 北门就等于关上 好吧 我支持你 你放心吧 回去我马上就调动水师 助你一臂之力 哥 妥了 妥了 北门你帮我忙关上 南门我自己关 来个关门打狗 瓮中捉鳖 孙国翻译看 这老四真有气魄 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也深受感动 好吧 还有什么困难 钱 缺钱呢 哥 打仗是玩命 重赏之下才有勇夫 弟兄们图个什么 脑袋也都口腰带上 带着玩命图什么 图商官发财 现在钱呢 我得大把大把给他们钱 才鼓舞他们有士气 才能替咱们玩命 你得给我解决二十万两白银 二十万两难哪 现在咱们开支浩大 国库的银子一两都不给 全是哥哥我去筹措 这二十万不够分配的 哪都要钱呢 我顶多能给你拨出两万了 不行 二十万一两都不能少 哥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刚才说什么 不够分配的 这个也要 我那个要都不给 你也得给我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老增加 哥你的心眼不要太公正了 你得偏点心才行 你支持我 我打进南京去 要什么有什么的 你支持旁人干什么 好吧 不管我想什么办法 在月底给你送了二十万两银子 我谢谢哥哥 我肯定我不走 说到这 曾国藩一看到决心已下 曾国藩把配件摘起来 老四接见 曾国藩知道 哥哥佩戴这个宝剑是宝贝 是传山先生老王家王世权 赠给曾国藩的 血铁如泥啊 那是一把宝 曾国藩老带着 有几次要抹脖子 想使这宝剑来 今天曾国藩把宝剑摘起来 兄弟 剑给你了 又曾国藩这个乐呀 接剑在手 摁崩黄一吐厌 赤崩 营房里打了一道立山 这宝剑是龙音虎啸 蓝王娃的剑身 冷气息人 兄弟 只有你才佩戴这把宝剑 哥哥正剑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欲助贤帝 一帆风出 我一切一切仰仗着贤帝 孙国全民把剑 割在窍里 往身上佩戴 哥 不要说 你老人家用心良苦 你放心 我一定是马到 成功 很狠 乖 你 曾国藩 劝说兄弟曾国权退兵 结果到头来没说动 反而叫曾国权一番话 把曾国藩说的没词了 哎呀 曾国藩心里说话 他的性格 就像我前些年 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点都不差 沾火就着 天不怕地不怕 难道说现在我变了 老了 官当大了 顾虑多了 看来我不如他呀 最后就顺从了曾国权 相反把自己指挥的宝剑 赠给兄弟 林行之时拍了拍曾国权的肩膀 老四啊 千金重担 哥哥就交给你了 大哥放心 万无一失 我一定给咱们老曾家露脸 你就放心吧 就这样弟兄分手 曾国藩回的安庆 按着曾国权的建议 马上调动水师 派彭玉林 杨再夫 率领长江水师 五千人 就抵达余花台 哎呦 曾国权挺乐 哥哥真办正事 全力支持我 曾国藩还怕他的兵力不够 从安庆大营又支持五千陆军 装备精良 供应给曾国权 你要说曾国藩一点偏心 没有是不可能 怎么也偏袒着自己的臂 曾国权这话说对了 我露脸 但老曾就不露脸吗 老曾就露脸 我露脸不就您露脸了吗 所以在所有这十万大军当中 装备最精良的 供应最及时的 就是曾国权领导的部队 怎么的曾国藩想办法 也得给他帮忙 但是大面得顾得过去 闲言少叙输归正文 彭玉林 杨再夫 来了之后 见着曾国权 光说不行啊 从哪占九福州啊 从哪关南京的北的门呢 地理相当重要 得熟悉熟悉情况 就这样 他们坐了一只快船 有几只船在旁边保护着 在长江进行视察 彭玉林他们拿着望远镜照了一照 好巧 这长矛的真够厉害 住的是铜墙铁地 远在杨绣青那时候 咸丰三年 他们一进了江宁 就进了南京 就开始修这城坊 把城墙加高 加厚 外边修大石堡 一座挨着一座 显要的地段全都控制 就拿长江来说 现在长江的水师 让曾国藩包下了 太平军一只船都没有 田家镇打了个败仗 水军几乎没了 要说一只船没有呢 也不现实 有点不参加战斗了 所以长江江面 整个被乡军控制 但有一样 挨着南京进了 这段江面 药塞 都是太平军控制 修的炮台 安的都是开花巨炮 不惜重金也从国外买了 控制着药塞 你这船一道 他公公就放炮 你不能靠近 他们视察了草鞋侠 内紫湖 采石机 所有险要的兵都看了 彭玉林摇摇脑的 四爷 这骨头难啃 难啃也得啃 长江都叫咱控制了 就这一小段 任他猖狂 话虽如此 这样强攻 得有多大的损失 那讲不了 打仗就得死人 就得有损失 杨再夫不在乎 这样吧 明天 我率领几千弟兄 先试探试探 攻打他的水溪门 第二天开战 简短接说 杨再夫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几千人连边都没 给贴上 将人一顿大炮给哄回来 损兵折将 杨再夫不服气 妈妈 明天还干 第二天领兵带队又去了 又将人一顿大炮给打回来 贴不上边 彭于林一看 这蛮干 那行 彭于林说不行 咱得改变战术 我看这样吧 明天停止进攻 我领个人呢 先去摸摸底 摸完了底之后 咱们再看怎么办 转过天来 彭于林领着大将李奇 这李奇也是湖南人 小伙子精明伶俐 而且水汗两路的功夫 样样皆能 一个人兵十个人 跟彭于林俩人化了妆了 彭于林化妆成猎户 不是打猎的 弯弓插剑 带着猎刀 哎 李奇呢 化妆成巧服 打柴的 两个人化妆之后 架着一夜偏州 开始深入内境 这九福州有多大呀 就这片陆地吧 长了下 十六里地 宽了下 有的地方一二里 有的地方六七里 是个嘎嘎形的 靠着江北岸 靠着大江的江北岸 南面江面开阔 主航道 北边最窄的地方 也就十几丈 他们就顺着九福州 这窄地方开始往前进 谁都没留神 也没注意 他们特殊的发现 靠着北边这岸上 全都是尾子 全都是豪草 连个人影也看不着 他们这小船 找了个地方弯住了 俩而弃州登岸 往九福州这看看 一瞅这九福州上 军旗漂白 太平军在这控制 北方要塞 这要丢了 北门等于没了 所以有重兵把守 靠不了边 他们上了岸了之后 是在北边这块岸上 往九福州上看着 时间长了 怕被人家发现 俩化妆干嘛就得干嘛 真不错 走了一上午 打了那么五六只兔子 打了几只紧鸡 背着 怎么没人啊 有人打听打听 过了赏了 正往前走着 李奇眼见 那有人钓鱼 这地儿还有人钓鱼 横玉林一看 可不是吗 走得近前一看 是六十多岁一个老头 带着斗笠 在青石上坐着 鱼楼在水里 拿着鱼杆 心平气和的 正在这钓鱼 听着脚步声 钓鱼的老头一回头 你看来俩人 你看拿着东西 打柴的打猎的 横玉林迈步过来了 一笑 老伯您好 好 二位好 来来坐坐坐坐 这有干净地方 旁边也有块青石 俩人把东西放下坐下 彭玉林挨着他 老伯钓鱼呢 怎么样 行吧 一天多了钓不了 二三十斤 能钓那么多 都在这鱼楼呢 不信你看看 今天还真不错呀 要照这样 超过三十斤呢 彭玉林把那鱼楼 低了上来 二仙给你瞅 大鱼都这么大 我这什么鱼 名贵的鱼啊 这地方长江下游 产石鱼啊 这种鱼叫石鱼啊 味道鲜美极了 比别的鱼都尊贵 特别是这一段 这儿的石鱼啊 特好吃 行行行行 老伯您还真行 来哪住您呢 上这钓鱼来 别提了 离这不远 离三四里地 原来啊 我就住的九福州 现在不因为打仗吗 把祝福都牵出来了 不让在这住 李奇一听 我们正要打九福州 这个事可不能犯过 一捅彭玉林 彭玉林明白 老伯 您说那九福州是哪 就这里边啊 你看这像大岛子似的 这就叫九福州 您就在那上面住啊 那还能住人 嘿 你瞧你说这话说 怎么不能住人呢 我们住这十八户呢 算起来也百十来口人呢 是啊 那都靠打鱼活着 不 打鱼的有几户 都是无能为的 像我这没有一技之长 打点鱼靠老天养活 有的还种地 那饼地多了 种点地 种点菜 到城里去卖 维持生活呗 咱小门小户的 咱也涂个啥呀 能喂饱肚子就行 哦 那您什么时候搬出来的 才几个月 这不是说起来了吗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个 曾 曾 曾国藩 听说都管的叫曾屁头 说他杀人杀的多 曾国藩哥好几个 还有个叫 叫曾国全 大伙都管的叫九帅 我也弄不清怎么个事 曾九帅来了之后 要攻打天津 太平军十分重视 所以说呢 把九福州就给占了 派了不少的军队 拉了不少大炮 后来找俺们商量 说老乡 这要打大仗了 你们要再在这住着危险呢 白白的送死 搬搬家吧 啊 找个平安保险地 多攒仗打完了 你们再搬回来 没家没户 还给了点钱 咱一想你说在那挨泡子 倒霉不倒霉吧 搬搬吧 半年前我这才搬出来 这不在别的地方找两间房 就我一个老糟头子 混一天说一天 什么好坏的 下雨交不着 冬天冷不着就行呗 就这么个情况 别多问 问多了 起疑心 我老爷了 您调的女 我打的野兔子 咱们待着也没事 我这还带了几瓶好酒 咱姐姐缠来一顿怎么样 是啊 嘿嘿 我一生没有别的嗜好 就爱喝酒 你看我这带的好酒 什么酒 你看着呢 古井贡 明酒来来的 我还真没喝过什么味道 说实话 这李奇 把柴火点燃了 然后把那兔子 拿回来 打死那兔子 用猎刀 迅速的扒了皮 开了糖 熟拾干净了 就在这烤上了 老头还拿出两条鱼来 拴好了 把它也烤了 吃鱼干也好吃 连鱼 再兔子肉 烤个不得铃了 仨人少 干净地儿 往这一坐 喝着烧酒 吃着烧烤兔肉和鱼肉 哎呀 怎么样了 爷子 香啊 香啊 哎呦 这酒 这味 真好 嗯 我还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那你就多喝点 来来来来 您别看我拿着比划 没有酒杯 谁喝一口 把瓶就递给他 什么卫生不卫生的 嘴对嘴 常流水 哎呀 喝的有滋有味的 边喝边谈 这李奇就问 老婆 太平均在九福州上来多少人 那我哪知道 老了 密密麻麻的 怎么也得有一万多人 听说还有大炮 老鼻子大炮了 那炮那都那么长 这么粗 哎呀 吓人哪 太平均不错呀 不错 不打人 不骂人 对咱老百姓还可以 当官的也和气 反正我对太平均 看法挺好 看来穷苦的老百姓 都拥护太平均 他说的也不过分 这俩人听着呀 那当然 那当然 是是是是 哎 老婆你这一说呀 我们也动了心了 那您打这鱼 就卖给他们吗 对不 不卖 他们不敢买 就跟你们二位说 上个月 我发了笔财呀 你怎么发的财 就在鱼上发的 你猜怎么着 这九福州上的 还有洋人 个子高高的 金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珠 我看见俩 一男一女都当官的 哎呀 说中国话 说的可好听呢 比咱们说的都流利 哎呀 我想想 那男的 还是太平均力量 大头 听说在这个九福州上的两个人说了算 他属于第二把金交仪 这个人 想起来 叫灵力 是个英国佬 灵力呀 他带着个漂亮的媳妇 闭眼金发 个子高高的 还露着胸脯 叫人一看 就吓了一跳 唐玉琳和李七 化妆成 侨服和猎户 密探九福州的情况 咱们说了 遇上个钓鱼的老头 这老头叫刘二爹 连他自己叫什么名 他也说不清了 不老头是好人 他在这钓鱼啊 三天五天 见不着个人影 孤单透了 今儿个忽然 飘了俩人 对他还挺尊重 又吃肉 又喝酒 老头高兴了 打开画匣子 有什么 往外倒什么 他哪知道 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 彭玉琳 也拿画套他 离不开 这九福州的情况 后来老头说了 那九福州的太平军里还有两个洋人 一男一女 长得都挺漂亮 男人叫林丽 女人叫玛丽 是两口子 他们爱吃鱼 特别爱吃我钓的石鱼 前些日子买了几条 给了我五两银子 出手大方 我要拿到集市上去卖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连五百个钱都卖不了啊 这不算发财了吗 对了 今儿个我还得去送鱼 这一搂鱼送去 少说还得给我五两银子 回去买点肉 咕点酒 好好的接接餐 彭玉琳一品 进九福州送鱼 机会难得呀 有了主意了 老婆 我们两个也想进九福州看看 开开眼 您带我们去怎么样 老头一愣 使不得使不得 那九福州不是随便能进的 人家太平军的将爷 一再告诉我 要进九福州送鱼 就是我能去 任何人不能带 他们不认得你们俩 那怎么能行呢 老婆 想想主意嘛 我们都好奇 也瞅着那周上什么样 您就领我们去 您动动脑筋 想想办法 您跟他们都熟 又跟他们的洋人大官手 那俩人还费劲呢 这样吧 那么你们带这些东西 打的什么紧急 还有兔子吗 就送给他们 别小气 听说呀 太平军也够苦的 吃东西不是那么富足的 你要送给他这些东西 他挺高兴 我呢 在编辑就谎话 我就说你们俩 原来也住到九福州 如果他们要问 怎么没见着过呀 就说一年前 你们就出去做买卖去了 现在买卖不得做 回来了 想回家去看看房子 恳请他网开一面 允许你登陆 你们俩不就上去了吗 我给打宝 我说我认得你们俩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吃完了喝完了 日头往西一转 三人起身了 到了水边这傻眼了 他们船老远老远的 还得提船去 好几十里地 回来就得黑了 老头说你们放心 咱们躺着水过去 这叫长江啊 这怎么能躺着水过去 你们俩人是外地人 你不懂 我俩人住了两辈子了 我还不清楚吗 你从水上你看不见 水底也有条通道啊 一直通上九福州 水狂的时候 把这条道给盖上 汗的时候水一漏下去 就把路面露出来 我没说吧 原来我们办事都走这条道 太平军来了之后啊 把这路面学习有二十多钱 学习之后呢 跟我们这么解释的 战乱年代迫不得已 就得把这个道给破坏了 等将来账不打了 我们再把这个道修好了 供老乡们出来进去方便 外人不知道 你这么看是水 水底也离着不远 就是地 踩着地就过去了 你们跟着我走 宽地方五六尺呢 宅地方也有四尺 掉不下去 哦 嘿 还有条密的 真没想到 把裤腿网起来 斜瓦 扒下去 老头说跟着我走 别掉下去 打鱼的刘二爹在前 横玉林走到中间 李七在后头 横玉林利用这机会 跟李七咬耳头 明白 老头也管不得什么 就在头前走 走挺慢 拿脚试探 彭玉林踩上 哦 灯硬 水底下一尺半左右 就是这个硬路 多是棉踩的 实实在在的 哎 往前走着 李七 选那尾子杆 走几步 插一根 走几步 插一根 留下标记 那不能叫别人看见 看不出来 漏到水面就二寸多高 那下哪看去 走几步就往前踩 一共十几丈远 进了九福州 把鞋什么都穿上 跟我来跟我来 这九福州顶着地儿大了 好像孤岛一样 走不远前都是太平军的银宝 从大挑食 大食的修的银宝 这银宝里头 处理起步个太平军 站住 哎 刘二爹 哦 是我 是我 各位辛苦辛苦 又送鱼来了 啊 给杨大人送鱼来了 这不 又一搂 说得到近前了 太平军里的我高个的 还是个小头 二爹 他俩是干什么的 他俩 原来也是九福州的老户了 我们都是邻居 我们都是一起的 跟着我一块来看看 哎 我老人家 这可不行了 不能随便往里带人 这是前焰阵地 您忘了杨大人跟你交代 我们头儿也说过 外人一律不准登陆 您怎么老糊涂了 不行不行 您能进 他俩得回去 走走 快走快走 老弟啊 行行好吧 他们不是外人 原来是这的老户 外出经商一年多 一回来一看房子没了 就找我去了 问怎么回事 我说要打仗 不让住老百姓 所以呢 都搬了家了 他们俩就说 你看我们没在家 我们也没搬着家 有很多东西都没拿出来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苦苦的哀求我 我也想行吧 都是老龄救救的 还有没有坏人呢 所以我就把他领来 您高个手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老爷子你别说了 这要把他们放进去 将来 上面就知道了 我脑袋就得搬家 军机 这不是闹着玩的 正说到这儿 彭玉玲过来 老兄 事官就有书 事司就有弊 我们的确是这儿的好人 是老户 事不相瞒 我为什么着急回来呢 房子破完 算不了什么 我的厨房啊 埋着一坛子银子 有一小坛银子 我得拿走啊 我不拿走 埋在地下 不就完了 我一辈子 辛辛苦苦挣着钱 只要您能帮到哪 我拿出一半的给您 您看到没有 给您大部分 我唠一半就行 搞个的太平军一听 那你们带的是什么 对对对 来拿过来 这东西不成敬意 我们的打猎打猎的 这有几只鲸鸡 还有几只兔子 大家分散分散 这儿的太平军 也饿得眼都拦了都 一看是肉食东西 兴高采烈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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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平军 他也是军人 也是老百姓和农民出身 他也怕饿 那是所谓的什么政治觉悟 哪有那么高的 没有 见着吃的 他也爱吃 不过相比之下 比那绿营 比八旗子 要强的多 军纪呢 也比较严一些 但这特殊情况 谁恶能收得了 把这东西就收了 高个子一看 那你们家在哪 在那大里边呢 快去快回 不能先留的 有人要问你 你就说我让你去的 你就说你本地老货 快点回来 我知道我知道 谢谢 刚说的这 整个九福州的大头 康禄 来视察来了 康禄现在升了大官了 成为侯爷了 九福州这一万多人 完全归他统帅 他的副手 就是洋人伶俐 他天天视察 正好走的是赢宝跟前 那太平军那大个的 下一锁舌头 侯爷来视察来了 别说话啊 听我的 康禄跨着宝剑 领着几个亲兵过来 哎呀 刘二爹 又送鱼来了 哎呀 侯爷 你好啊 按照计划 我又来送鱼来了 今儿鱼打的还不少 我看看 嗯 不错 好吧 这鱼收下了 我不得亲手交给 林立阳的人们 不用了 最近要打大仗 打了几仗了 您大概不知道 所以情况紧急 林立将军有林立的事 你不必见了 交给我就行了 对 我这还有五两多银的 你拿起 这是余钱 哎我谢谢 我谢谢 这俩人谁 啊 这俩人原来也是 岛子上住的人 嗯 都是我的邻居 回家来看看 二爹 这可不行啊 绝对不行 既然是你认识 那就算了 让他们走吧 里边不能让进 现在的时候 更是不行 哦 那好吧 那二位对不起了 改日咱再来吧 军爷说了 现在特殊情况 就得走 这事弄 正这时候 那高个的太平军 惦记那小坛里 那一半银子呢 所以呢 眼珠一转有主意了 侯爷 前面牛家谱的那个营宝 我们重新又修了修 加厚了一尺 加高了三尺 您都不看一看 我看看去 康禄说的这带人就走了 正在这时候 这高个的太平军说 走了 他走 他不能回来了 你们二位快去看 快点回来 听不听 别忘了那半摊银子 那错不了 你放心 使劲见面 分一半 二爹 你先走您的吧 要不他认得您回来 就麻烦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大鱼的老头先走 就像像彭玉林和李奇 两个人进了石堡 勘察地形 说找房子 哪来的房子 从九福州的周头 到周尾 他们仔细观察 啊 是这么回事 水里能有多少只船 姑们这有多少炮 惊奇地发现 在九福州的中央 离他们进来 这个石堡不太远 有一座高大的仓库 有人在这站岗放哨 闹了半天 里边装的是炮药 和开花炮的炮弹 两一手 这可是重要情况 嗯 要我儿童 了解的不得铃了 他们回来了 又来的石堡钱 在这儿 彭玉林从怀里一身手 拿出了有二十几两银子 给了那个太平均 我兄弟 谢谢 没你 我这钱就全损失了 拿出这些来 给您的 谢谢 谢谢 找这房子看完了 全看完了 谢谢您帮忙 快走快走快走 别来了 别来了 正在这么个时候 李奇突然一五肚子 哎呀 哎呀 苦痛 摔的地上 是丑炮脚灯 嘴吐白沫 彭玉林一看 哎呀 又犯老病 你早不犯 晚不犯 怎么这个节骨眼上 你犯 你这 你这 这多糟糕 高个儿 太平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怎么来 羊脚方 他动不动就抽 你看 又来劲 生命都有危险 你可不 我军严肾办行不行 您找个地儿 让他躺一会儿 他抽过劲 这就好了 好了之后 再叫他走 你说这么走 走半袋非死不可 太平均一看 是的 现在怎么办呢 拿了人家银子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我负责 我给他找个地儿 叫他歇着 你快走 让我们头看见就麻烦了 哎 多谢多谢多谢 彭玉林走了 顺着原路又回去 驾小舟一六眼 回去建三国泉 这就留了个人 曾国泉听后大喜 看来我要大举进攻 九福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林和李奇 刺探九福州的军事情况 大获成功 李奇 留在九福州上 彭玉林回去找曾国泉 把这个喜事一说 结大欢喜 当天晚上就调兵前将 曾国泉先派出三百名赶死队 带着喷火筒 带着短刀 爬成锁 火带 应用植物 由李渡领着 坐船偷偷的就来到九福州 在北岸 咱们说了 全是芦苇和野草 这些乡军就埋伏到这地方 单等着火炮一响 好攻上九福州 另外 彭玉林回来 经过商量之后 派一些五百支战舰 每支战舰都带着能打会战的人 带着应用的火炮 所有的战器品 赶奔九福州 咱这么说 到了天四亮 四不亮的时候 一切就绪 曾国泉吩咐一声 点炮 打 动 三声 号炮响 埋伏的乡军 嚷着一声 向九福州展开猛烈的进攻 这后院着火 康禄和林立 一点都不知道 他面向的是南边 火力布局都在南边 没想到后边 也就是北边 开了锅了 嗯 听说这怎么回事 咱们敌军摸得咱们屁话后台去了 赶紧把这人马分作两批 一批阻挡正面 一批赶紧增援背后 人到胡的那去了 火炮一时运不过去 这可抓了下来 就在这时 李渡 率领着三百赶死队 咬这一声 顺着水里边的条密路 冲上九福州 双方展开了肉搏呀 你想打仗 没好手 你要活着 我就活不了 针锋相对 尽管平日没什么仇恨 到了这 眼珠子都杀红了 真是你死我活 寒生阵地 是天崩地裂 脚坐了一团了 咱们前文书说了 李七留的九福州上 他干嘛呀 做内应的 他就瞄着弹药库 听这边一打起来 蹭人不备之时 他就爬到弹药库附近去 把事先带来的火弹 拽开绳索 往里面一投 然后身子一咕噜 您看那电视剧和那电影 就像那个雷管爆破筒 跟那意思差不多 耳朵中就听见 天崩碧烈一声 咚啪 弹药库就上了天了 太平军在九福州上 所有的寄养 所有的弹药都在这保管着 这一崩了 可要了命 康禄和林立回头一走 这怎么搞的 可坏 林立一看 几百只乡军的战船 靠近九福州 那乡军就像蚂蚁一样 铺天盖地就冲上来 就知道大势已去 他跟康禄说 将军 守不住了 放弃九福州 往城里撤 不 人在九福州就得在 我与九福州共存亡 你要担小 你撤 林立肩膀一抖 跟康禄讲 将军 你们中国人 这种拼搏的精神 我称赞 但是这种牺牲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们撤退 为了是保存实力 做无谓的牺牲 这有必要吗 赶紧往下撤 死说活脱 拖着康禄 撤到船上 这船刚一末头 没等开船 康禄突然想起件事 坏了 军事地图 城坊图 千里眼 都在战壕里头 这不能落到 这些人手里头 落到妖兵的手里头 对我们天惊 大大的不利 你说这怎么办 还得派人去取 就在这时候 林立她的夫人 就那大美人 她是瑞典人 正好从战壕里头出来 林立就喊 先别着急上船 赶紧下四号战壕 把千里桶 把地图 全都取来 哦 玛丽听完了 转身 奔战壕 这就打成乱套了 当玛丽 从战壕里出来 抱着一大堆东西 刚走到水边 乡军那边 一排子弹 就打过来了 啪啪啪啪啪啪啪 玛丽嗷了一声 坠入江中 这东西顺水漂流 连人载东西 全完了 哎呀 林立严见着自己的夫人 这样死了 是痛断肝肠 咬牙切齿 等着将来我再报仇吧 康禄也不服气 但没有办法 你看九福州 血于炮火之中 硝烟弥漫 知道实力了 不可挽回 一万多名太平军 死伤大败 有一厅人 撤回城内 到了中午的时候 红旗暴劫 曾国全大喜 这一块硬骨头 必定砍起来了 太好了 miserable 整个喜事 说来了好事 接二连三不断 说倒霉 也是接二连三不断 磕口凉水都塞牙 曾国权和彭玉林 借着这个热乎劲一股作气 连科要塞 把南京北面的十一座要塞 包括采石机 大圣棍 草邪侠 纷纷给占领 至此 南京的北门 算彻底关闭 全被乡军给占领 咱没说吗 现在的南京靠着两条出路 一是北边 一边是南边 北边给断绝死了 就剩下南边唯一的出道 什么运点粮食了 需要品了 从南边还能进来点 北边彻底没门的 曾国权大型 令人红旗暴街 就报道安庆大营 咱单说曾国藩 连日来是提心吊胆 他后边有个三层的小楼 小楼里的供的是菩萨 谁都不清楚 没事 曾国藩就上那三层小楼 把门关上 到里头烧香磕头 祈祷菩萨保佑 让我兄弟 祈开得胜 马到成功 等啊等啊等 报 曾国翻下离票 无知的是吉师兄 因为战乱年代 吉凶未卜 什么似的胜负难料 正在这时候报市地进来 报大人 向您报喜 九福州拿下来了 现在南京北面 我们连连获胜 一共占了十一座关口 九帅向您报喜 这是报喜的喜单 拿来我看 老九真行 比我强的多呀 曾国藩心里的 这高兴就是你甭提了 马上向皇上做了禀报 喜事也得及时禀报 坏事也得及时禀报 你报喜呀 日子不多 朝廷的上誉颁发下来 曾国藩接纸 上誉里头提到了两点事情 一表彰了乡军战斗勇敢 曾国权为国家立了大功 实受浙江巡抚 你看这个曾国权来了不到三年 有一个普通团练的头子 现在升为国家的命官 二品大员 浙江巡抚 按现在词来说 就是浙江省的省长 战争连约的升官太快了 曾国藩非常高兴 你像我们老曾家 我是总督 我兄弟是巡抚 这种殊荣 世所罕见 谁家比得上 应该说是心满意足 但再往下看 又读心了 上誉上明慌慌说的清楚 实受左宗坛 为哲民总督钦辞 对这件事情 曾国藩的心 一跳 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 那么兄弟浴血奋战 升了巡抚 那是理所应该的 左宗坛 可也了不起 他所立的功劳 比我们老曾就差得多了 怎么平白无故 把他升任哲民总督 跟我平起平坐呀 这什么意思 这又读心 当天的晚上 他把几个心服的谋士找来 这个谋士 头一个就是赵列文 赵列文现在立功了 实受七品县令 留在墓下 仍然给曾国藩赞赞 军机 商量事情 另外还有几个 大伙都来了 关上门 曾国藩把这上誉叫他们看 大伙看完了 问曾国藩 大人 难道说你有其他想法吗 这第二条中卫主义 这是怎么回事 诚然 左纪高的才学 左纪高的能力 远在我之上 我们俩三十年的交情 我心服口服 但就功劳而言 他比我差的多的多呀 平白无故 升了祖都 这是为什么 我总觉得背后另有温壤 谋士没外人啊 有什么说声 赵烈文一笑 大人 恕我直言 很明显 朝廷依然对您不放心 怕您的实力太雄厚 难以左右 树立起个左宗堂 也是足度 第一 把乡军分裂出去一部分 削弱您的实力 第二 在您的眼皮底下 又封了个总督 跟您平起平坐 制约着您 这不很明显 归根结底一句话 朝廷对大人不放心 哎呀 送我翻着鼻子尖就冒了汗了 心说话 我为朝廷 无心力血 为什么皇上就不理解 为什么对我总是又用 又怀疑 想到前程 自个儿心里的没底 大伙正议论着 王精七进来 大人 说吧 什么事 哦 你先下去吧 知道了 这几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看那意思 王精七 也挺不自在的那样 大人 你有事 你先行方便 各位啊 少做片刻 我去去就来 曾国藩这个心的 堵的这鸽子 有拳头这么大 什么事 大事 咱们前门叔说了 他娶了个小妾 叫陈春艳 曾国藩是心满意足啊 这春艳真的会来事 照顾曾国藩是无为不至 自从有了这春艳 曾国藩显得也年轻了 脸上也冒了光了 说话嘎嘎的 动作也敏捷了 回到屋里头 也有温暖了 屋里熟悉的是干干净净 样样得体 什么晚上吃夜宵啊 泡脚啊 甚至选病犯了 春艳给他挠啊 给他垮啊 简直真是无为不至 你说有这么一个人 能不高兴吗 但是数日前 春艳突然病倒了 大口吐血 一病不起 趋指算来41天 曾国藩强支撑着 每天办公 但心里 惦记着春艳 曾经派人请您一来给朴治 但是治了多少日子 出了多少偏方 无效 方才王京七跟着送信 人要够呛 请您到后去看一看 春艳说了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说这怎么办 所以曾国藩是心乱乌麻 让大伙在这等一等 他敢奔内宅去见 春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心乱乌麻呀 你别看前方打了胜仗 很多很多的逆事向他袭来 人这一生就在矛盾中活着 喜忧参半 曾国藩也是人嘛 也有七情六欲 小妾病得不轻 要死要活的 心能静吗 他迈不来的内宅 提名的一文 奴烈的药味 全靠药盯着 春艳的娘 春艳的歌嫂 小妹妹都在这 因为曾国藩 日理万集太忙了 服侍春艳 谁服侍 派人把他们家里人接来了 由春艳的娘 歌嫂 偏偏在这 煎汤 熬药 一家人也愁坏了 一看曾国藩进来了 赶紧的回避 像碧毛鼠一样 身份不同 全退出去 曾国藩紧锁 双眉 来到病榻之前 侧身坐下 一看这春艳 跟再早 判若良人 原来小姑娘 长得溜光水滑 那长得多好看 水灵灵 这一兵 脱了相 两腮身陷 二目发质 脸上一点光彩都没了 头发披散在旁边 曾国藩 心里难过 坐下之后就问 春艳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春艳 摇了摇头 声音极的 为了叫您听得清 咱把他这个音量 放大几十倍 要像春艳那么点小声 您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那嘴嘎巴嘎巴 曾国藩为了听得清楚 把身子探过去 听着 咱现在就把他这个音量 哭了大几十倍 春艳飘着眼泪说 大人 我命前 我命前浮薄呀 实指望 服侍大人 跟随您一辈子 没想到 我前世做了孽 突然染上了吐血的恶鸡 我心里都清楚 我命不久长了 也这一两天的事了 在没死之前 妾 有三件事情 要对大人演讲 不到诗不可解的时候 我不能说 出眼 说吧 拿三件事 出眼的眼泪流下来 第一件 大人 我已经怀上您的孩子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曾国藩一点都不知道 听着这个消息 真是五类红饼 当初曾国藩也曾设想过 出眼这么年轻 自己也不算太老 很可能留后 要真给我生个儿子 真不错 人家都说 老夫少妻 生的孩子格外聪明 他脑袋曾经闪亮过 后来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 煤矿玉下 那么大的年纪了 所以对男女这个方面 这些房事 根本不怎么亲热 他就不想这事 只是那么想想而已 哎 真的 真怀孕了 这是没有想到的 所以曾国藩就一愣 哦 有这等事 是 但是呢 我已经不能坚持到 把孩子生下来 我对不起 大人 我有罪 我命填 福波呀 因此 我死不瞑目 这个事情 你得知道 第二件事情 自从我服侍大人之后 我就见过二公子一面 你们家里的人 夫人 小姐 我一个都没见到 我本打算将来 赶奔荷叶堂 当你们家门 跟这些亲人见上一面 没想到时间短促 没等见面 我就申归纳士去了 这是我第二件 死不瞑目 还有第三件 大人 如果大人念起我 服侍大人 一年挂灵 你我 还有夫妻的名分 您承认有我这么个妾 我死之后 最好不要叫我做孤魂怨鬼 能否用棺果 把我装炼起来 送到你们的园祭荷叶堂 鞍葬 大人要答应了 我死也就闭眼 哎呀 曾国藩这个心呢 像刀拉的一样 含着眼泪 出眼 你放心 虽然咱们相处 一年挂灵 你对我真心实意 我拿你也没当外人呢 你放心 真要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把你的灵酒 运回荷叶堂 安葬在我们增结的祖坟 我承认你是我的妾 也就是 纯燕听到这 眼泪下来 脸上一动 露出点笑容 说到这 纯燕说不下去 这咳嗽的要命 曾国藩死起他了 瓦瓦又吐了几口血 来人哪 来人 纯燕他娘 哥嫂赶紧跑进来 哎呀 这又吐血了 赶紧给擦给接 曾国藩给倒了点水 扶着他 让他喝了两口 纯燕一看 曾国藩亲自给自己喂水 非常受感动啊 喝了那么几口 一句话也不说 大夫也来了 曾国藩就问 大夫你看怎么样 危险啊 不过看这个样 暂时还没事 大人 你就放心 好好好 你们在屋里头服侍着 曾国藩卖不出去了 前厅还有客人等着呢 继续坐下来 谈论国家大事 这帮人 你瞅曾国藩那个表情 你再控制 跟正常也两样 大伙你们心想 还讨论个什么劲 您干脆就静静心 服侍妾夫人去得了呗 还得在这陪着我们 不 曾国藩坚持着 提出问题 这些人还得回答 因此一直忙活到深夜 正在深夜这么哭 就停着后院 撕心裂肺的一声 这一声 孙国藩这心 叫你动 听得清清 春燕他娘 哭这一嗓子 半夜三更 听出多远去 就知道情况不妙 又待了一会儿 春燕他哥哥 眼睛哭得跟烂桃一样 跑到前厅来 大人 春燕 走了 走了就是死了 在座的人一听全站起来 大人 这 曾国藩坐着没动 听完了一遍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哎 哎 妹子 他哥哥哭着 进了后院 王精奇也过来了 大人 您看这 人都不在了 这后世 这这 不必慌乱 我只有安排 下去听信 哎 哎 王精奇也下去了 赵列文几个人在这坐着 你说 这算个怎么回事 大人 您了先休息休息 我们暂时先告退 关于这国家大事 以后有的是世界 有的是世界 好不好 不在这一时 我们告退了 列文啊 你先留下 你们几人可以先走了 是是是是 那几个谋士走了 赵列文留下来 赵列文也不知道 怎么得好了 看着曾国藩那个痛苦劲 也没词了 列文啊 把棋盘拿过来 咱俩下盘棋 啊 下棋 赵列文心说 您真够觉得 还有心下棋 但是 说出这话来了 不敢不听 棋盘摆上 哦 哎 大人 别吓了 我 我心都乱了 我也吓不好了 我看您 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哎 这怎么办呢 曾国藩心里说话 刚才得着这个信 自己恨不能飞到后舞去 大声几呼 出压 出压 趴在他身上 痛哭一场 应该这样 他也想这样 但是马上想到 我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 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 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大人物 为了个小妾 情义绵绵 我就有点失态 什么都不顾了 我就跑后头去哭去了 成何体统 说什么这价不能放弃 不能给旁人留画饼啊 所以他勉勉强强控制着 其实这资本得多难受 就在这么个时候脚步声音 他儿子来了 曾继泽 曾继泽来了半年多了 来着服侍父亲 曾国藩也叫他干点其他活 作为自己的助手 主要培养儿子 在这实习 曾继泽进来了 还后来带着几个牙医 牙医手里都拎着不少东西 父亲大人 你干什么来了 刚才听说 人不在了 他也不好叫什么呢 你说叫什么呢 人不在了 消息传到外面 大家深感悲痛 有的人 写了碗帘 有的人 买了帐子 大家还凑了一千两银子 让我拿来了 不过请示 父亲大人 您看 怎么处置 这样吧 银子 东西 如树退灰 碗帘可以留下 传我的命令 这件事不要张扬 各牙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准举行各种表演 听见了吗 哎 儿子这就去办 规规矩矩 那都管出来 子女 在老人面前 就是这样 当然 咱说的是封建年代 不像那个子女 驴行霸道 别卖多钱一斤 你得听我的 还能这么听话 曾国藩的子女 哪敢呢 记者二十四了 在父亲的面前 规规矩矩 父亲叫干什么 干什么 顺者微笑 退出去了 赵立文一看 大人 没外人 您那也别太难过了 扇薄 虎体 您看这个事 我能干点什么 您尽管 吩咐 列文啊 我把你留下 正有一室相托 你不必走了 一会儿你帮忙 把尸体运出 城外有一座 敬业庵 停到敬业庵 再买一口棺果 把它装炼起来 嗯 不必举行什么 超度 一切 充简 如果那些 尼姑愿意的话 就让他们 给念念经 也就算了 三天之后 再租间空房 把棺果 停上 至于送回什么地方 安葬 我再考虑考虑 你受累了 是 大人您放心 我一定样样安排的 十分得体 这死人也是大事 赵列文退出去了 曾国藩 曾继泽 全部参加 这个事情就委托给赵列文了 书说简短 买了棺果 装炼尸体 停到安冠里头 尼姑们给送了经 一切操办的事 都是赵列文 光阴四箭 一出了 就是三天 三天完事 汪京齐偷着问曾国藩 大人 按照您的指示 全都办到了 今天是第四天了 下一步您看怎么办 京齐啊 拿着芝麻香客 必备植物 陪我去看看 哎 早就应该去看看 晚上偷偷的 竹谱出了城了 穿着便装 来到庙上 等推门来到庙上 一看 正听 行着花头棺材 前面是牌味 共捉 无共 前面有瓦盆 分化指挥的 曾国藩这一来 别人回避 全都躲开了 就是他们主仆二人 曾国藩抬头看见 棺木 真是心如 刀角 曾国藩 带着王京齐 到安庆城外庙里 也就是说 将春宴的灵酒 辞行吧 到了庙里 他看着棺果 真是刚长寸断 眼泪扑鼠鼠掉下来 当着人的面 曾国藩不带苦的 大丈夫泪不轻弹呢 没人了 眼泪止不住了 王京齐 分化了烧纸 香蜡全扁燃了 然后轻轻地退出去 屋里边就剩下 曾国藩一个人 曾国藩手拍着棺材 新潮 新潮澎湃 闭上眼睛 春宴就在眼前 阴容笑貌 举止动作 活灵活现 曾国藩回忆着 从怀里的一伸手 拿出那么大小梳子 梳头那笼子 是红木雕花的 这是曾国藩唯一的给春宴买的纪念品 春宴不在了 小梳子还在他的怀里 他在手里的摆弄摆弄 心说春宴我对不起你 我也没给你买过什么奇珍异宝 也没打造过什么金银首饰 我只说战争及早结束 把你接回荷叶堂 再叫你去享福 但是你走得太仓促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平时公务甚忙 我很少很少陪你 甚至没在一起 闹过什么家长里短 也冷淡了你 现在回想起来 心里的难过 感觉的内疚 这小叔的在手里的摆弄了多时 然后一个草垫子 放到棺材旁边 曾国藩是盘膝打坐 俩眼盯着郭文木 心里的是若有所思 心里的默默的说 一别境上春去了 不知何时燕归来啊 春眼盯着我对不起你 看来我也是命前福伯呀 别看我指挥军事千军万马 到了没事的时候 我孤老头子是冷冷清清 好不容易盯着有个贴心人 你竟离我而去 春眼 我对不起你 这会儿屋里头没有人了 静悄悄的 曾国藩是越想越难过呀 怀里头抱着这木树 把头一低 是低声苦泣 双肩抖动了 眼泪 掉下 就这么一只手里一叶 天四亮四不亮 汪精起来了 你看大人还在那坐着 大人 时候不早了 天都亮了 哦 好吧 咱这就回去 把这火盆点燃了 曾国藩亲自又烧了点纸 最后把这木树 扔到火盆里 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 一只木树烧完了 化为灰烬 再看了一眼棺材 头也没回 就离开庙宇 和汪精起回到安庆 那么以后呢 按照曾国藩的交代 把零酒运回荷叶堂 这些后话咱不必细说 你别看出院不在了 总督衙门照常办公 曾国藩抖擞精神 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 会客批阅公文 排兵部将到军械所 去看看制造开花炮炮弹的情况 制造大炮的情况 你从表面上看 什么也看不出来 不能丢了份 这锅儿太大了 给人家留下画饼 难以做人 处处都得捡点 大伙暗自佩服 曾国藩真大丈夫 什么样的密事也压不弯腰 春燕那时候说的清楚 说我死了 你再买个妾 到今天为止 曾国藩就死了 这个面头了 还买什么妾 钱有的是 找个好妾不容易 像春燕这样的 没有 干脆就死心塌地 不想这 我命也不好 爱受什么罪 就受什么罪 这一篇咱就算接过去 就一天没在这 那公事 挪得跟小山头一样 看不完呢 四省的事 您说的有多少事 四省当中最大的事情 就是攻打南京 就是那所谓的天京 现在大军云集 不得他指挥吗 在公事之中 他挑来挑去 拿出来曾国权的告级文书 告级文书说得清楚 大哥 现在五路大兵已经来了四路 天京的北门彻底给关闭了 现在大军云集 飘零尘宅吉日就要开始攻城了 在攻城之前 希望大哥能再支持我们四十万两白银 有了钱 我们什么事都好办了 哥哥 无论如何 你想办法 把这钱 快点给我运到天京 曾国藩 看又要钱 真是 没钱玩不赚 打仗 打的什么 打的就是钱 谁钱多 是谁腰包丰厚 打胜仗就有可能 穷 你拿什么买枪袍 你拿什么支付军费 你拿不出来 你就打败仗 曾国藩真是挖空心思 这想办法 那筹错 咱这么说 筹错了两个多月 这才把钱凑足 源源不断送的钱 嘿 曾国权一看钱来了 腰板当时就拔下来 有钱 心里头有了笔了 当时就召开军事会议 所有的大将都参加了 咱还是那句话 曾国权跟曾国藩不一样 曾国藩是文人 处处逝世 且得盘算 不盘算准了 不往前迈这步 曾国权责任不同啊 跟他哥哥正相反 胆大 敢干 不计后果 想干我就干 头脑一热 把天吐个窟窿都行 有魄力 这这有了钱了更来劲了 大将 能有一百多位都参加了 曾国权是当众训话 各位 都到齐了没有 九帅 我们都到齐了 他大排行是老九 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九帅 现在的手握兵权 手下五六万军队 都得听他的表动 既然到齐了 听我的命令 我们的眼前 就是江宁府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京 长毛子 起名叫天京 天京也罢 南京也罢 总之就在我们的眼前 大家注意地图 目光全集中了 今天我命令 分兵三队 猛攻南京 立功者受赏 为所不前者 杀无赦 你们听了 如果哪一个 抢先进了城里 我赏白银 五百两 神仙进城就五百两 发财了 听见没 谁要能抓住 红秀全 赏白银 一万两 我说话就算数 抓住李秀成 赏白银 九千两 抓住红人 干 赏白银 八千两 抓住红人 发 红人 打 等等 老红家 当家的人 哪个都不赐 于三千两 三国权的小子 就保住一个信条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我给你钱 你就玩命 哎 马上大伙就活跃起来 九帅 你分兵派将吧 怎么个打法 投掷令 他拿起来 李幻章听令 在 九帅 李幻章是 幻自营的元大将 幻章啊 我为你为先锋 我们眼前是龙博的山和中山 上头有几个大石宝 我命令你 一上午的时间把石宝分岁 禁逼到城乡根底下 你能办到吗 您放心九帅 办不到 要我的脑袋 君无戏言 愿力君令状 好了好了好了 那好吧 马上别队出发 缺什么 跟我打招呼 尊量 再看他 在外的 飞身上马 把战刀往空中一举 弟兄们 幻自营的 随我来 曾国全 率领好多的谋士 幕僚 站在高坡之上 拿着千里眼 在这观察 在这观察 不大 打得 硝烟 迷茫 那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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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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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 不含糊 没丢人 白酒祝贺 明天 接啥打地宝城 地宝城拿下来 就到了城墙根底下了 挖地道给我点炸药 把城墙烘塌 咱们哥们就进了城了 哈哈哈哈 乡君嗷嗷之叫 士气高涨 按一下他们咱不说 划分两头说城里 这城里可乱了套 现在南大门北大门全关闭了 数月来粮草断绝 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城里吃什么呢 什么吃的都没 那老鼠那玩意有多烦人呢 不用灭鼠药 把老鼠都吃光了 人呢 胖肿的 死的是横堂树窝 每一天仗着胆子 往城外跑的人是大有人在 有的太平均坚持不住了 把头发剔了 三五成群也往城外跑 饿得受不了 人以食为天 你看说着轻巧 那就挺不住 你试一试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一天不吃大头尘 两天不吃站不起来 三天不吃连爬都爬不动 那说着玩意呢 是 所以城里的军民是人心惶惶 每天都有大批人往城外逃走的 单说这一天 很多领兵的带兵官来找中王李秀成 因为李秀成现在是最高司令官掌握着大权 找中王来了 中王啊 我们不能在这死守了 现在城中弹药也不是那么多的 而且是一座孤城 外边乡军 云机把我们包围的铁桶相死 这只要走还可能出得去 要再晚几天 那些妖兵陆续开刀 再想走 泪生双翅也难以腾空了 中王啊 你劝劝天王吧 放弃城市 另头踏出 不能少了 每天都饿死 多数人 这仗还能打吗 李秀成打了个哀声 心说我何尝不是这么想 我说过五六四了 无奈天王 停不进去 你看这么多人来求他 好吧 咱们再试试看 李秀成怕自己一个人人担事故 联合了几个人 勇王红人发 信王红人达 甘王红人甘 大将林绍章 联合了十一个人 起身赶奔天王宫 又天王府 简短皆说 见着天王 红秀全 大家就在书房这儿 坐了一圈 等着 红秀全迟迟的不露面 又等了一会儿 有人搀扶着这位天王 姗姗来迟 红秀全 这才皱着眉头 接待 中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王红秀全 好不容易 算见着天王 红秀全呐 比三年前 又苍老的多的多了 左右得有人架着 弯腰驼背 那胡子是白的多 黑的少 眼角也搭了下 满脸是皱纹的 别看穿的不错 老太隆中 走起路里都打话 为什么 愁死他了 能不愁吗 现在 京城被围 敌军云机 每天饿死那么多人 逃亡那么多人 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 跪为天王 他能不知道吗 能不愁吗 现在慢说 老百姓 连他的饮食 也缺乏了 每一天三顿饭 只能吃一顿饱饭 那两顿就喝西米 他 没有啊 现在可好 朝天炮 也不放了 乐队也不奏乐了 奏不起来了 年不留吃点饭就夺了 过去的排场 大减 因此 他是心烦意乱 一听众人求见他 他不高兴 原来见过几次 谈得都不愉快 今天硬着头皮 来见大伙 在御书房 他一出现 众人赶紧跪倒 山湖万岁 洪秀全一白手 众人站起 他往当中一坐 什么事啊 要见朕 有什么事吗 派头还挺足 忠王李秀成 站起来 陛下 小官 有急事 面奏 说吧 什么事 陛下 恕小官直言 我们的京城 恐怕要守不住了 以小官之见 大家也有同感 放弃京城吧 我们手下 还有三万精兵 小官 愿保护陛下 平安脱险 咱们到江西 另觅出路 将来养族锐气 再杀回天津 也不为吃饭 陛下 您答应了 我们不能在这死守了 一句话 洪秀全就翻了 顿时那脑筋就蹦起多高了 胡子 绝了三绝 李秀成啊 李秀成啊 你这是第几次跟我这么说话 大概有五六次了 朕早就告诉过你 这天京城乃是一座福城 有福有路 这是天父天兄赐给我们的京城 怎能轻易放弃呢 如你所说 咱们要逃走了 京城不复存在了 不等于天国也不存在了吗 我怎么能走呢 你张嘴就说守不住 闭嘴就说守不住 真是胆大妄为 信口雌黄啊 怎么就守不住 朕的天经乃铜墙铁壁 怎么能说就三万多人 朕已经有三万十万五十万天兵 由天兵保佑 我们怕者何来呀 昨天晚上朕上天去了一趟 见着天父天兄 把事情跟他们都说了 天兄满面 呆笑对我说 你放心吧 我马上就派天兵帮你的忙 天兵不久就到了 怕者何来呀 李秀成一听 这位噩梦满嘴胡说八道 这要倒退几年你这么说 大伙还信 现在谁信这个 在哪呢 那天兵 又不敢抬杠 陛下 陛下说的有道理 无奈天兵还没见着影 远水不解尽渴 我们再要守下去 大家吃什么 喝什么 陛下 人以食为天 不吃东西 怎么得了 不要说了 朕早替你们想好了 实在没有旁的吃的 还有甘露 天经周围 甘露甚多 食甘露 又甜又香 比粮食都强得多 传我的旨意 小玉军民 从今天时 就食甘露 有的人不懂的 什么叫甘露 换句话说 就是草 那草倒有的是 吃草 还有甜又香 比粮食还强 这不灯眼胡说吗 这这这红秀泉 现在也是犯了病了 但他这么坚持着说 谁也不敢抬杠 李秀成还接着说 陛下 甘露能拾多久 我们城中 还有这么多军民呢 我看现在 趁敌军 站脚慰稳之际 咱们赶紧 让城 别走吧 不走是不行啊 外边我贤弟 事贤在江西 有十万兵马 我们先投靠他 保住陛下的平安 然后咱再另谋出路 你看如何 不必说了 住嘴 李秀成啊 李秀成 朕看出来了 原来你是个贪生 怕死之辈 我把军政大权 全为你一身 实施望 你能担负起责任了 没想到你张嘴是难 闭嘴是苦 慎福 真的期望 我白信任你 难道说 就得让天经吗 不让天经 就没有办法了吗 那些人全跪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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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王所说 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是我们大家都有同感 陛下 让城出走 此乃上策 如果再拖延下去 再走可就走不了了 陛下 你就答应了吧 不必多刷 贪生怕死 胆小如鼠 怕死的东西 都给我退了出去 愿意走 你们走 朕就是不走 我哪也不去 传真的执意 从今日开始 解除礼秀成一切职务 你爱上哪上哪去 有中王不在了 有其他的王子负责 跟你中王毫无关系 腿梁出去 你甩袖子 红袖全走了 中王眼泪掉下来 看来天王不记眼镜 怎么说也不好使 回到中王府 越想越憋气 一句话 官职撸了 什么事都没我的事了 爱听谁的 听谁的 消息传出 京城震动 很多太平军的能有好几千人吧 云集中王所 要求中王别放手 不管 你要不管 咱们就算彻底完了 中王你还得挺之腰板 扶起责任 如果天王这么做 他是错误的 请求天王收回成命 找天王家 找天王家 让他收回成命 乱了套 来了好几千人 围住天王公 嗷嗷之教 红袖全也傻眼了 哎呀 如之奈何 如之奈何 后来谁来了 红人发 红人答 他俩亲哥哥来了 道五也顾不得礼仪了 老三啊 你脾气太暴躁了 现在谁的话 你都听不进去了 李秀成为咱好 为陛下着想 何罪之有 你看你在气头上 一句话把官给撸了 现在手下的弟兄都不干了 好几千人 云集公门之外 好高生生 要见你一面 你还躲在这 就放不下架子 你不想见 如果大伙惹鸡了 冲进来 毁之晚意 老三吧 你放下架子 就出去见一见吧 答应大伙的要求 不就完了吗 红袖全真 撂不下架子 十个年养尊处优 你价儿老是这事 那放心的 哪行的 难受的 俩哥哥一顿雷烟火炮 把他说的没词了 红人达就说 老三 当初咱们打天下的时候 你跟弟兄们亲如同胞骨肉 形影不离 睡在草铺上 跟弟兄们 颠对颠里都能睡 吃 吃到一个锅里头 形影不离 大伙多拥护你 现在你跟大伙 隔着这么远 谁想见你一面 都是比登天 冷了大家的心了 老三呢 你就快点出去吧 哎 红秀全真别说 真能接受意见 没有办法硬着头皮 来到天王宫外 再一看 哎呀呀呀 全是人 人们一看天王出来 哇 全跪下 您真别说 红秀全真有威望 就在这种困境的情况下 有很多人 拿他是心目之中的圣神 还拿他当神 一看天王出来了 赶紧跪到 热泪盈眶 山湖万岁 天王万岁 天王万岁 天王万万岁 万万岁 红秀全强大精神 各位清晰 各位清晰 清晰清晰 大家找我有事吗 有胆大的 天王 听说您把中王解职了 这不对啊 恳请万岁也收回成命 中王一颗忠心 对待天国 我们大家都拥护 天王啊 天王啊 还得让中王 官司 原职 还得让他们领着守城 没有中王什么事也不好办 大家七嘴八舌的这么一说 红秀全不爱听 红秀全新说话 哎呀 李秀成会标买人心 这么多人都服他 这么多人替他说话 没他怎么就不行 哎 但到了现在不能冷大伙的心 红秀全心里不痛快 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 好好好 朕怎么能那么办 中王李秀成 乃天国 晴天伯玉柱 嫁孩子金粮 是我的弟弟 我怎么能解除他的职务呢 不信 儿等观看 龙袍脱了 楚王何在 小陈在 楚王是谁啊 康禄 康禄现在升为楚王了 这太平天国的晚期 这王子也太多了 摸摸脑袋就是王 红秀全一高兴 突如噜 突如噜 一夜之间封了两千多个王 你说这不王 我等什么 哪那么多王的 官也太毛点了 连康禄 都升为楚王了 陛下 这件龙袍 朕穿了数载 你拿着他赶奔中王府 赐给绣包 让他不必难过 出来仍然执掌军政大权 谢陛下 拎着袍子 去找中王李秀成 这也是天王洪秀全 承认错的一宗表示 大伙非常高兴 陛下英明 陛下圣明 陛下 现在城中无良 连水都断绝了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不必担忧 朕已经传下招指 大家共同食干路 从今天开始 朕带头来吃 好吗 带头吃草 本来他那身体都垮了 在吃草受得了吗 虽然那个草剁碎了 多少少割点粮食 整成那菜团子 蒸熟了 啃那碗 啃完大便都变不下来 洪秀全遭老了 醉了 吃了三天 一病不起 起不来 里儿都绿了 大口大口喘气 洪秀全心里的清楚 我命 休矣 这一天感觉的不妙了 快招中王 快招众人 前来见朕 快来 正好半夜 李秀成 不知道什么事 赶紧率众人 赶奔天王宫 来见 天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要不行了 赶紧脱姑啊 把中王李秀成 甘王红人甘 林绍章 红人发 红人达 等等众人 找进天王宫 李秀成带着头 进了一看 天王直平平 躺在龙床上 俩眼微睁 大口大口喘气 仨儿子在旁边站着 十六岁的太子 红天贵妇 在旁边站着 一劲哭 咱那擦眼泪 屋里空气沉闷 李秀成 紧走两步 来到龙踏前 刚要跪倒 吴秀泉用眼角 余光看见 拍拍龙床 那一次 别磕头了 你坐到这 李秀成明白 这才坐下 万岁 你觉得怎么样 朕要归天了 要找天父 天兄去做伴 临走之前 有些话 要向尔等交代 陛下请讲 我错了 回不听 尔等忠言相告 没有让城 别走 坐实 良机 现在还走得了吗 陛下 走不了 我曾经说过 那些香药 大军 云集 现在围得 铁桶相似 是插翅 南非 没机会 怪朕啊 怪我呀 不过你们放心 还有天父 天兄的保佑 你们还会平安无事 我儿今年16岁 还是个孩子 我死之后 把他就托付给 众爱卿了 过来 给你淑辈们行个礼吧 红天贵符过来了 四个字 冲着大伙一抱拳 那一次行礼 众人赶紧跪倒了 这叫太子 金枝玉叶 给太子磕了仨头 龚秀全看完 在这说 孩子还小 托付给各位爱情 你们要好生 辅佐于他 我死之后 能突围 你们就突围 如果能顺利到达江西 漂亮辰宅吉日 叫他登基作殿 继承天国事业 不得有物 陛下放心 我们是这么想的 尽力 能杀出去 那就好 那就好啊 看来干路 也救不了大伙了 天啊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呀 我也是罪孽 深重啊 各位爱情 恐怕一别 我们只有天上再见了 大伙全哭了 御医过来了 御医给耗了耗麦 哟 不行 不行不行 快顶一下 端了一碗人参汤 最后的这一小碗 能喝两口 给灌起去 灌起之后 顿时精神了 你看这人参 就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洪秀全 这是精神还焕发了 比刚才还强了 是一人们拿枕子挤着 能坐起来了 各位爱情 我们跟青药势不两立 想当年 我们在今天村奇异之时 人不过几千 可是的 现在人达到百万之重 据你们跟我讲 我们的外围 还有几十万弟兄 不要弃磊 不要灰心 就是天经丢了 也没有关系 再另提心境 振奋精神 不要心灰意冷 辅佐太子 继承真地一致 重振天国的江山 你们听见了吗 我们全都听明白了 万岁善保龙品 你没有事 过两天就能康复 别面洗个 大伙又赶紧抢救 御医说 他说话太多 累着 大伙暂时先退出 退出 让万岁也好好敬仰敬仰 大伙退出 书说简短 第二天一早 恶号传来 天王死在天王宫 一晚上死了 等大伙文姓赶在这块一看 洪秀全脸上发青 鼻孔嘴角都带血 说明是复毒自杀 洪秀全也有骨气 宁死不当俘虏 哪有一国的君主 叫人逮着的 别人还行 他也叫人逮着 还好得了吗 所以想到这 大丈夫 宁受杀不受辱 服毒自杀了 这一天是六月十六 他一死了 怎么办呢 十六岁的少天王 立刻登基坐殿 在金融殿 即位了 果不可一日无君 这块处理丧事 那块新军继位 仗照样还打着 消息就传到城外 城里头有间信 什么信息 及时就传到城外 传到曾国全耳朵里 什么 这个老东西 没受着对 他先死了 他死没关系 不有儿子吗 不其他的 他都在吗 他这笔账算到活人身上 来呀 集中一切活力 拿下地宝城 拼命地往地宝城打 就这种情况下 太平军战斗十分勇敢 又拿了好几天就拿不下来呀 这地宝城是相当坚固的 里头能装三四百人 一闪都是西洋巨炮 放的都是开花炮弹 也有土炮 土炮不多 离得多远 一顿大炮就打下去了 漫山遍野 全都是死尸 曾国全齐的奔奔之蹦 眼都红了 当眼就打不进城去 这可怎么得了 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个主意 九帅 这么打不行 您别忘了 古人打仗 一手织毛 一手织盾 毛可进攻 盾可防守 现在也不例外 现在这些敌军在石宝里头 石宝就是盾 大炮就是毛 而我们光凭炮 没有盾 没有盾就不能保护自己 现在得解决这个盾的问题 我说你白我半天 我都没听明白 怎么整盾 我倒想了个主意 九帅 您看行不行 这漫山坡 我们得下往山头上打 他居高临下往下打 我们身上一点折拦没有 白去那个死 我设计了一种东西 您看看 设计一种特殊的凳 一种土墙 你试试好 是不 这种土墙 宽了下 一杖 高了下八尺 厚了下两尺 全用竹子 藤瓢编成 两边 呼泥啊 呼完泥 喝着草 喝完草 再呼泥 两尺多厚 可挡炮弹 下巴安生 轱辱 有人推着 推到地宝城 附近 我们的大炮 也够上了 那咱还怕什么 一战可成 要多造点这样的盾 是不是大伙就有折拦呢 省着赤裸裸挨枪子 挨炮弹 你想对也不是 这招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早没想起来 船链 造盾 图盾 人多好干活 夜晚间 管这墙 就造了几十面 下边安生咕噜 后来经过研究八尺太高 用不着五尺就行 要不翻两大推不动 五尺个大点 再弯点腰 也能避免伤亡 安生咕噜 成立了一千名的赶死队 挠挠之喊 曾国全拿着指挥刀 亲临指挥 看见没看见 马上把地宝城给我拿下来 拿不下来 谁往下推 我就要谁的呢 撑 推着几十面土墙 步兵在后的跟着 推着大炮 太平军在地宝城里 往外一看 这什么 推来的什么 里边总指挥叫 何振川 何振川 分飞成 开炮 打 动 动 土炮的炮 但是实行的 打到土墙 那一点劲没有 碰 一股烟 打到墙里头去了 就把这炮子给吃了 这蛮还真挺厉害 后来这乡军一看 哎呀能挡得住 闹闹直叫唤 拼命往上冲 何振川一看不好 放开花炮 开花炮 这蛮可厉害 咚 这一炸 把土墙炸的是四分五裂 后边的乡军一倒就一大片 再看乡军 默身就往回跑 孙国全气急眼了 王八糕子 哪个往回跑 过来 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 咔咔连砍倒了几个 乡军不敢往后退了 莫回头 这头把炮也架上 离着二百丈左右 这头这炮也开了火 东东双方一顿猛射 最后地宝城市 弹尽粮绝 炮弹没有 没了 乡军冲上来 咚咚一顿炮 把上盖给揭开 三四百人 全都死在地宝城 一举攻克了地宝城 曾国全高兴 团了 挖地道往城里挖 设计挖一百条地道 拿着桥拿着稿 上着掩护 那又说还至于这么费劲吗 是啊 别看天王红就全部带了 剩下的太平军 同仇敌盖 英勇善战 玩了命 老百姓眼睛都红了 没有炮弹 用石头砸 没有石头用开水浇 再不行 拿猪肝子往下捅 这一场战斗是空前灿烈 通宵达弹 连轴转转 曾国全指挥大军三周夜 也打不进天津城 曾国全气得 像一头野兽一样 瞅谁都不顺眼 谁挨得他近 谁算倒霉了 张嘴就骂 羊手就打 动不动把腰刀拽出去砍 谁不害怕 一瞅他都疯了 曾国全下了死命令 要进不了城 你们谁也别想活 给我挖 乡军没有办法 你看这是阎王爷 这曾酒疯子这是 谁受得了 拖脑光把的 开始挖这地道 挖不进去 里头防守渗炎 李秀成下令 沿着城里这城墙根 挖了一道沟 这沟是又宽又深 沟底遍布猪禽 尖都超上 另外每隔一丈 埋一口钢 空钢 有人在这守着 外头挖地道 全音 这钢嗡嗡嗡 有声 哪个钢发出声音来 证明每块挖地道 就在这等着 你刚一露头 这块是雷烟火炮 没有就拿猪肝的桶 拼不去 就这么拉锯 最后到了几天 无昼夜 也没打进天津 就在这时 援军上来 援军谁啊 报钞 迎着一万人马前来增援 报钞到了前沿阵地 看了看 我九帅 还没打进去呢 放屁 我早想进去 进得去 你看看城里的人都疯了 我九帅 把这事交给我吧 我要打不进城去 我干当军令 来呀 准备云梯 准备炸药 进攻 这报钞是后来的 他这个军队一点疲劳感都没有 而且报钞有个心眼 报钞今说 谁先进天津 谁抢偷义工 谁先进去 谁先发大财 我听说那天王宫里的 之前的东西老鼻子了 就不说天王宫 其他的王子 那里边也是金银堆积如山 半道上跟这些援军都商量好了 大伙可劲干 进城 我让你们发一个肥财 有女人 你们可以抢女人 在他的鼓励下 所以他的军队 五号之海是蒙公 天津 三国全 一鼓作气 拿下地宝城 号令乡军 再一鼓气 拿下金灵 这些人都疯了 都有贪图 尤其这些带兵的营国人 心里盘算着 都说这金灵城里是小天堂啊 长毛的红袖全 经营十了年 这里边金银财宝堆积如山 外间传言 还有几个圣库 那库里头 全是西式的珍宝 天王宫里头 广阳的江南的秀宁 娇娃 就不下万人 个个都像天仙 谁要先冲进去 不仅发财 还能得这些娇娃 所以这种新的冲动 作战是非常勇敢 完了命 咱这么说吧 从平民 一直打到掌灯 三条地道挖通了 先下进去炸药 然后点火引爆 乌龙一声 太平门呢 除了城楼之外 这城墙就塌了三十几炸 呼噜塌下来 出了个大缺口 郑国全看得轻轻的 弟兄们 机会来了 望黎冲 谁先进去 谁抢韬工 一进缺口 太平军几千人 在这等着 于是 一场最空前灿烈的肉搏战 展开 杀的是惊天动地 狼哭鬼嚎 人到了现在 人性都没了 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 白眼人起红线 你不杀他 他杀你 嚎口里头 也是尸体 砖堆旁边 也是尸体 受伤的 咬咬之叫 后边上来的人 蹬着别的人的尸体和身体 越过去 冲进城里 这下 太平军实在守不住了 你想一想 四十几天 断了凉了 连老鼠都吃光了 连砖头都得啃几口 哪来的战斗力 这些乡军就像土匪一样冲进去 他有自己的贪图 而且吃得饱 身体健壮 相比之下 太平军是招架不住 往下退呀退呀 退的内城 外城都被乡军占领 这乡军就是土匪 进了城了 就学嘛 哪有钱 哪有女人 哪有好东西 孤孤的战斗 四三分开 砸房门 拆房子 找好东西 整个就乱了套 有的人到里边用火把房子点着了 火光冲天 别看是黑天 离得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 到处是磨影乱化 单说大谋是赵列文 这个赵列文呢 本来是曾国藩贴身的幕僚 这小伙子年纪不大 足智多谋 前些时 曾国藩呢 不放心兄弟 知道他光有缸没有柔 所以把康福赵列文 让他们到紫禁山来了 跟曾国权在一起参赞军务 乘这一破 赵列文骑着马 也闯进城里去 赵列文一看 像话吗这是 战斗再继续进行 外城拿下来 还有内城呢 红秀全虽然死了 还有少天王呢 那些长毛子的高级将领都在内城呢 你们怎么不打呀 开始抢开东西了 各位弟兄 集中精力望你冲 各位啊 别散了 谁听他 你又不是带兵的指挥官 充其量 你是个谋士 没人理的 我行我素 赵列文嗓子都憨哑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只好圈辉马 找最高司令官 曾国权 曾国权不发话 不好使 咱们话分两头 太平门这一破 乡军这一进城 内城得着消息 少天王 红天贵夫 十六岁的孩子 吓坏了 哇哇之苦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 快悬中王 李秀成啊满脸都熏黑了 跨着宝剑 从外边闯进来 王爷 无必害怕 我来了 爱情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听说那些妖兵都杀进外城了 您放心 有我在 就保证您的安全 刚说到这儿 那儿哭着 两个少王妃跑进来了 一个十三 一个十一 穿的金子金铃 哭的眼睛都肿了 来找中王 中王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这李秀成 安抚这个 红那个 最后召集紧急会议 红人干 红人发 红人达 林绍章 等等大将 狙击在一起 李秀成说 看来天经 彻底的完了 违今之计 只有突围了 各位啊 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如此说来 跟着我 赶紧突围 红人干 说了 中王不行啊 外边来这妖兵 数万啊 你我才有多少人 恐怕突围 我们也出不去 得想一万全之策 我早想好了 我在后面 衣帽裤之中 发现有上千件 青腰的衣帽 我们可以拿出来 趁着黑夜 大家化化妆 打着青腰的旗号 穿着青腰的衣服 背不住 我们能混出城去 如此身好 开始打开 衣帽裤 情急之下 衣帽裤打开 帽子戴上 怎么叫长毛呢 太平均都许法 就像明朝以上的装束 男人都留头 这头发 然后挽起来 整个左上 拿朱簪子一别 卤发包金 清朝人的装束呢 剔头 输大便 前面剔光了 后边留个大辫子 装束是截然不同 那出去就让看出来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散发 卤到上的 拿帽子一扣 黑天呢 你也不注意看 就背不着 混出去 大伙赶紧化妆 把右天王 小王妃 很多的人 都拿清朝的衣服 裹起来 管他像不像的 人多呀 夹杂到里边 就可以混出去 就这样 中王一切就绪 外边报事的人进来 中王快走吧 外边混战的一片混乱 眼看就打进我们内城来 我知道 外边背马 还有中王府交给谁啊 王妃夫人 少王爷都等信 顾不了了 李秀成你狠心 什么王妃 妻子老婆孩到现在 顾不了了 一颗心 扑到少天王身上 他永远也忘不了 天王脱孤之轻啊 天王临死的时候 把少天王托付给我了 我现在就是保护 少天王的安全 我家里的事 我顾不来了 哎怎么怎么的 交给天父天兄了 就这样 外边把马屁背好 他们家的一块 能有两千来人 再说清楚 这两千来人 有一半是受伤的 还有众多的是女人 大家从天王宫的后门出去 飞身上马 有的上不去 周着 李秀成上了自己的宝马 把紫花流 手提金轻啊 保护着少天王 也不知谁啊 那眼睛也不好使 给少天王整了匹瘸马 这少天王刚骑上 这马就变成三条腿 这马疼痛难忍 起来来来来 你摘呗 少天王好像没摘出去 李秀成就一皱眉 怎么办呢 情急之下 只好忍痛隔暗 把自己的宝马梁居 紫花流 给少天王骑 他怎么办呢 一看有拉车的马 把车卸了 东西也不要了 换了一匹笨马 那边说 你说这有什么用 一 说明忠王真是一颗忠心 为了老红家 一切都活得出去 第二 忠王被俘 跟这也有关系 如果不是换马 凭着李秀成的能耐 凭着他的勇敢 跨下宝马两居 掌中的金枪 抓不住 能抓得住吗 这个把马屁换了 他骑着笨马 保护着少天王 告诉手下的人 谁也不准说话 有人查问起来 有我答对 一个个战战进击 红人发 红人答 就洪秀全 这俩哥哥 脸上的胖肉 下的直奔 就跳成一个个 放眼 你看 活光 喊声 杀声 到处都是相云 那逮着还有个好 他们清清楚楚 逮着 不是砍脑袋 是刮 一刀 一刀 阁楼 三千六百刀 谁受得了这痛 这只一个心思的 就平安逃出去 赶奔江西 去找世王 李世贤 哎 您真别说 前半截还挺顺利 在内城转出来 一拐弯奔外城 城门都关闭着 唯有太平门 这有个大缺口 就是曾国权呢 用炸药炸开的 有三十几张 一个大缺口 人们望李冲 这这冲完了 光顾抢东西了 缺口这冷冷清清 没几个人 李秀成一看 真是天赐良机 天父天兄天王保佑 少天王和我们平安能出去 快 快跟上 抢东西 有的他没抢 咱们方才说了 高级幕僚赵列文 赵列文进城 你看这光抢东西不打仗行吗 招呼谁谁也不听 赵列文急了 去找曾国权 除了那缺口 外都是指挥所 迈部进指挥所 有几个当兵的就看见了 先生您来了 九帅在哪呢 九帅太累了在里头睡觉呢 睡觉不行 我就招呼醒他 太累了 吩咐下来了 任何人不能惊动他 这不惊动也得惊动 你们啥干 有事我负责 就这么的 赵列文到了里屋了 一看这曾国权 仰面朝天 憨生如雷啊 那又说怎么这阵 关键时刻他睡觉 五天五夜没睡觉 万事俱备 直欠东风 城墙这一上天 乡军这一冲进城 曾国权的心 哭通 这才放下 脱了 大功告成 卸掉千金债 哭通就在那 在那他就睡着了 累的实在受不了 赵列文到了近前 他一点都不知道 没有办法 赵列文 推他 吹他 好半天 把曾国权吹醒了 曾国权那眼珠的 也是红的 谁啊 九帅 是我 赵列文 哎呀 讨厌 什么事 九帅啊 我军进了城了 光顾抢东西 不打仗了 有少部分在拼命 大部分都在抢东西 杀人放火 军纪败坏 另外九帅你知道 少天王也好 那些围官也好 都在内城 不趁热打便宜 叫他们跑了 咱如何向上风交代 哎 另外 唯天王宫还没占领呢 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您赶紧下令吧 您不下令 谁说也不好使 曾国权集琢磨 哦 还没打进内城 唯天王宫还没占领 也是好事 我太困了 应当我亲自去占领 这帮王八高的要占领了 有好东西都入他们腰包了 我还没得着呢 也好 让他们先在外头抢 抢完了等我也睡醒了 再领兵攻打 内城 来找曾国权 向他禀报 进天津的情况 你别看这个曾国权还没睡醒呢 昏昏沉沉 但这人呢 特聪明 曾国权这个人呢 私心特过重 早有打算 他一听内诚还没破 听好 最好我睡足了 明天我亲自指挥 占领内城 先打进尾天王宫 那里的金银财宝 都入我的腰包 我不像我哥斯 千怕狼后怕虎 我呀 也捞足了算 要不我们为什么 抛家舍业 抛头颅洒热血 多少日子 无眠不休的这么干 不就为升官发财吗 估计我撑的 我有病啊 所以他告诉赵立文 大家都挺苦 进城得点外烂 也算不了什么 干嘛呀 大惊小怪 赵立文一听就就这位 跟曾国藩没法比 但又不敢降嘴 是 但是也得顾全大局呀 内城还没打 内城迟早是咱们的 我心里有数 你不必在这唠叨了 去去去去去吧 赵立文一看 撞了南墙了 现在这样人呢 没法跟他说 只好禀报 两江总督了 两江总督是曾国藩 现在曾国藩远在安庆 没在这 憋了一度的火 他出来了 葬了马 他又进了城了 骑着马 顺着顺城街 正往前走着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 有一队人马 这队人马 哩哩哩哩哩的 也能有两千三千的 有七号 有甲州 有服装 但是跟城里这些乡军 截然不同 乡军是进城 他是出城 可也有出城的 拉着不少的东西 想的洋涝 往城外送 但这个队伍整齐 手里出的兵器 没有任何的东西 哎呀 赵立文一琢磨 可疑啊 这干嘛的 我得过去看看 骑着马 他到了进前了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支队伍 正是中王李秀成 保护着少天王 以及天国的官员 就是这么一支队伍 这队伍出去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 在后边 正好叫赵立文赶上 站住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本来这帮人心里就有鬼 谁也不说话 快快 有人查弄 快 站住 哪一部分的 赵立文一看 他们都不答言 心里越发怀疑 催马到进前 他仔细看看 一瞅他看清 有的匆忙之间 发迹没拢好 头上戴的是清朝的帽子 散发在后肩 有的散发披肩 哎 长毛 赵立文看出 不转码头就喊 不得了了 有长毛都混出城去了 快来人了 喊了半天 无人答言 也没人理他 他也不敢找 曾国权去了 一起码 拐过城角 正好这有个临时的指挥所 指挥所的大将 叫刘连杰 刘连杰是连自营的营官 这家也贪得不得了了 大军进城 他在这设立个指挥所 他手下的军兵 强啊 多啊 杀啊 正在那儿折腾 他也捞得不得理的 他回来正藏金银的这么个时候 赵立文来了 都认得 赵先生 你吵着什么 哎呀 刘将军 不得了了 我发现一伙长毛 化妆改扮 打着咱们朝廷的旗号 穿着朝廷的服装 已经混出城去了 再要不追 为时一晚 我怀疑 我怀疑里边是不是有那少天王和李秀成等人 是吗 在哪 就从太平门的缺口出去的 现在追还来得及 刘连杰一琢磨 这可是天赐的良机 红秀泉虽然死了 他儿子还在 捡草必须出根 要把他儿子逮住 这也是手工一剑 我说我这两天 又眼皮直跳 恐怕上有好事 带马 马匹带过的飞身上 把手中踢刀 点起了五百多人 追 这么一耽误 这两千多人已经出了太平门 黑夜之间在夜幕的掩护下 那玩意不好追 也不知道在哪 刘连杰领人出了太平门 一看 在哪呢 兵分两队 给我追 你们这一部分上这边 其他的人跟着我 追 他们准之的有大江相隔 往北去不了 他们奔南不就追起来 天四亮四不亮 曾国全睡这觉睡醒 率领人一无作弃 拿下内城 就冲到天王宫 天也亮了 曾国全众人抬头一看 眼前一座金帝辉煌的宫殿 曾国全新说 这长矛的红袖拳 你详尽人间的富贵 看你修的 比北京的皇宫 只大不小 这回落到我们手里头了 弟兄们 大家听好了啊 一起跟着我望里冲 任何人不准得了东西入私囊 哪个要往兜里揣东西 经过发现杀无赦 都得向我禀报 言下之意 他要吃毒点 众人嗷嗷之喊 冲进金龙门 就来到金龙殿 无看则可 一看众人全惊呆了 把曾国全也惊呆了 这怎么回事 那个说看着什么下那呀 发现太平军 还有两三千人 都是老弱病残 缺胳膊 断腿的 大部分是商号 头巾包的整整齐齐 服装也穿得挺整齐 围了那么一个圈 把金龙殿给围住 一共分着三层 最外围有二尺多高 不到三尺 全是柴火 木棒干柴 手里的全没有兵器 把金龙殿包围着 另外后头还有不少人 背夸着背 木屋中无人 就进了这么多的乡君 他们好像没看见一样 脸上是十分平静 再一看 还有二十几个人 拿着桶 往这干柴上倒那茶油 哗 哗 那大队人马都冲得进前了 这些人 如同什么也没看见一样 就好像在那浇花 灌溉也差不多 这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这些人是决心留在天津 保护金龙殿 这些人也就是天国最忠诚的战士 知道走不了 走也给大军找累赘 干脆就留下保卫天津和金龙殿 他们的心呢 对天国忠心不二 就是天父天兄和天王 与金龙殿共存亡 最后寄一份力量 这么些年来 哪见过这种场面 三国全是亲眼目睹 哎呀 他这个心里一沉呢 新话这还了得 这太平局 要不把他们彻底消灭 留下一个 我一祸也不浅 他们怎么信这个拜上帝会 这信念怎么就这么深 我看他们干什么 再看这些人 把茶油都倒完了 把桶放下 其中站起一个人 曾国全不认 康俗可认 康俗就在曾国全身后 康俗一看 站起来是他亲兄的康禄 康禄也没走 现在官封楚王 康禄站起来 亲自拿着火 往这茶油上一扁 喷 灭焰沸腾 像火龙一样的火就吵起来 这两三千人 这两三千人 愿跟金龙殿共存 曾国全这匹马倒退了好几步 太壮烈 太壮烈 史书上是绝无仅有啊 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 他由内心也崇敬洪秀全 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能耐 一个破面书的居然迷倒了这么多信徒 对他忠心不二 到了这时候了 淫火自焚 没见过 那么康禄也死在活海之中 康禄里眼泪掉下来 兄弟 新说话兄弟 你回不听哥哥之言 那这你要跟着我在一起有多好 今天命丧在此 将来吧 回到家乡里 我给你立个牌位 就算把兄弟你接回家去了 他现在有什么办法 无能为力 后来曾国全清醒过来 赶紧往里冲 就这样 他们就占领了天王宫 进了天王宫 好土匪啊 平地都抠三尺 见着东西就滑了 见着东西就抢 当官的 大包小刘 大箱子 小箱子 车拉船在 当兵的 大包小包 身上被肩上扛 腰里头进 都弄得肥肥的 肥的流油 你在看眼时下挺快乐 留下了货根 这火着着 他们在这抢着 咱展翘先不说 话分两头 还表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保护着 少天王 两三千人 平安地离开了天津 出太平门 奔南走 离着不远 离着南京 五十里地 有个地名叫 方山 刚到了 方山脚下 天四亮 四不亮 追兵就上了 在前面呢 那就是长毛的 注意啊 人人都想立功 谁能敢落后啊 谁就想夺这个大功劳 忠王李秀成 骑的是笨马 在混乱之中 也不知道少天王上哪儿去了 也不知道 干往红人干 投到何处去了 战火纷飞 沙声震耳 突然之间 马线前提 奔马他奔 一家踩空了 在一块山崖上 他摔下去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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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就失去知觉 哗这一摔 通过去了 怎么那么巧啊 还没被人发现 天亮了以后 李秀成明白过来 就觉得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子了 李秀成把眼睛睁开 左顾右派 周围有几具尸体 有趴着的 有痒壳的 再看 锣鼓杖方 枪刀器皿 遍地皆失 摸了摸 没受什么重伤 站起来活动活动 还能走路 他知道 我从山崖上摔起来 失去知觉了 少天王不知道身在何处 那些弟兄们在哪儿 不得而知 哎呀 逃命要紧 他站起来走了两步 一想不行 天亮了 到处都是香妖 到处都是清兵 发现我这身装束 还走得了吗 怎么办呢 他把头上 这黄头巾摘起来 原来戴那清朝帽子 鼓了哪儿去了 不知道 里头是黄色的包巾 他摘起来 身上沉点点的 左一道右一道的 都是什么 都是金银财宝 摘起一口的金银宝 这玩意太沉了 又摘起一口的的 都是白银 妖礼解析一口的 全都是翡翠钻石猫眼 那么大的珍珠 出宫他带来的 你不带能行吗 早晚可以冲坐军费 这些东西在身上实在走不动 他费了挺大的劲 把这东西包到这黄布包里的 用头巾包着 旁边是棵小树 就挂在树上 挂着干嘛 一会儿收拾完了 摘着好再走 摸了摸着脸上格外的疼痛 不知道哪儿受了伤了 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河沟 寻思洗把脸 把外边这医生拖了 再逃走也不迟 在晃晃悠悠找到小河沟 正在洗脸之时 就发生了意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秀成 死中得活呀 真是太不容易了 现在天已经大亮了 这里这南京近在咫尺 周围全都是乡军和朝廷的律营 以自己的身份 要落到他们手里的 那还好得了 他心都提着嗓子咬 他不怕死 但是 坚担重担呢 无论如何 得找着少天王啊 老天王脱孤说得清清楚楚 我不能辜负了天王胡秋全的拜托呀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把这个金银财宝挂在一个矮树的树叉上 到河沟里的洗了把脸 他能弯着身子洗脸的这功夫 就听着身后来了一伙人 脚步声 他就一惊 回头一看 能有十好几个 干嘛的 不知道 反正不是军人 穿的是老百姓的服装 到现在的中王李秀城 见人他就怕 处理自己的人 站起身来就跑 顺着河沟 他他他他他他往前跑 这人他就这样 你不跑 他还不怎么怀疑 这一跑 让这十多个人发现了 嗯 哎 这人跑什么 长毛子 看 三发披肩 长毛子 都抓长毛子 啊 这十几个人是紧追不舍 要说李秀城 跨起码掌中枪 能有万人兵 现在情况不同了 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 尤其昨天出 突围出来 又打了场大战 浑身骨的结都散了架子 肚子里没有粮食 哪来的劲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他饿的 跑着跑着 脚着头重脚轻 实在跑不动了 苦痛就摔的呢 他刚趴在那 这帮人就追上来 逮着来 逮着 别动 七手八脚 把中王俩胳膊给背过去了 散乱的头发在前面 这十了个人当中有俩头 这俩头子还是亲哥俩 行事弟兄 一个叫行金桥 一个叫行玉桥 亲哥俩 干 把李秀成掐不住了 这哥俩过来 把这个散发一周 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 你是谁 中王不说话 你不说话 我也认出来了 哎呀呀呀呀 撒手撒手撒手 如果我没猜错 你是中王爷爷吧 是中王千千岁吧 哎呀 中王爷爷 怎么在这遇上您了 李秀成这心就一惊了 听说他怎么认识 睁眼看了看 这些人全部认识 莫非 他们是亲腰的戏作 把我看出来了 但到现在认出身份 也没必要再隐瞒了 李秀成点了点头 不错 在下正是李秀成 哎呀 中王爷爷 快您坐坐坐 行事弟兄 纳头变败 灰心就磕头 眼泪还下来 中王爷爷 您是天国第一的大好人 您是天国的中王千岁 君民敬仰 您怎么落到这步天地了 中王爷爷在上 恕我等有眼不识太山 给您磕头了 李秀成一看 不像是坏人 那坏人有必要演这个戏吗 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 没有伏击之力 拿绳把我捆上 任人宰割 既然这样的话 可能是好人 可能是好人 敞开心扉 有什么说什么 各位 我李秀成 福宝又天王 从天津城内冲出 不想被人家追 什么 经过一场肉搏 我失去知觉 我失去知觉 跟大家分散了 现在就剩下我孤身一人 乡亲们 没想遇上你们了 也许这是天父天兄的安排 是啊 中王爷爷 我们都是好人 您千万不要担心 我们是好人 此地离这天津 不到五十里 周围这带山 叫方山 幸亏您走的这背景 你要往外的一走 到处都是国家的军队 到处都是乡军 他们分成左一伙 右一伙的 可能在寻找你 和你的部下 我 我中王爷爷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到我们家去吧 到我们家里头 您吃点东西 受伤之处 我们找点药 给您包扎包扎 您身体江阳好了 再去寻找少天王 您走吧 跟我到家 哎呀 李秀成信说 人还得做好事 你说我跟这些人 无亲无故 他们怎么认出来的 而且对我 还要加以保护 真是难得呀 后来他才清楚 行事弟兄 怎么认得他呢 原来太平天国 在兴旺的时候 他们没短的进城 离着不到五十里 有一次贪了事 被太平军给扣留了 他们捣腾东西 按照天国的条例 捣腾东西 心怀不正 掉头之罪 正好遇上中王 李秀成 那这李秀成 还不是中王 是大将军 李秀成给解的围 李秀成把他们给放了 因此这哥俩 对李秀成的印象 极其深 就是个一看 一眼就认出来了 要不说人得做好事 给自己留了条路 李秀成就说 先别急 我身上还带着 不少金金财宝 挂到前面不远 一棵小树上 我把这些东西拿下来 给你们一部分 了表寸心 大伙一想 李秀成身上带的东西 能不值钱吗 拿出一部分 我们就发财了 因此人人高兴 好好好 李秀成回去找那棵小树 因为迷迷等等的 满山都是树 再找还找不着了 是这个地方 找来找去 哦 这有尸体 锣鼓帐房 对 这曾经是战场 哦 我就在这棵树下 我就把东西挂到这棵树上 怎么没了 无翼而非 这帮人也帮着他找 您记好了是这儿吗 是这儿 找了半天 没有 但是其中啊 有那么个人 拼醒的 哎 中外啊 嗯 上山的时候 你们发现对面有个人吗 谁呀 找赖子 哦 是 对 遇上他了 找赖子不打猎吗 对啊 除了遇上他之外 没遇上第二个人 是把这小子动了手脚了 把这东西他拿走了 这小子贼头贼脑的一向不干好事 山里的人忠厚老实 看了看 吓一跳 呀 这人怎么浑身是血 还长头发 呀 这了不起啊 太平天国的中王千千岁 我我们把他给救了 外边扔他 抓他 咱家必须把他保护起来 你给做点饭 让您儿媳妇到门外的看着点 千万别叫外人进来 我你们哥几个听长 没你们个嘴言 谁也不准往外说 哪能呢 我们谁也不能走漏消息 行行行 将来有你们的好处 哪一个嘴要一歪一歪 走漏了风声 我告诉你 迟早找他算账 您放心 没事没事 那你们回家吧 别的人先回家了 行事哥俩真热心 把李秀成扶到床上坐下 先打了水 好好的洗洗脸 把头梳理梳 然后找出自己的医生 给他换上 您委屈委屈 先把这身医生脱了吧 这里边是医生都不行 衣服脱掉 卷不卷吧 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连鞋都换了 然后给做了点热面汤 李秀成真饿了 就这大碗一口气 吃的有两碗 满头大汗 心里别提多舒服 等吃完了是一再逞些 谢谢二位 谢谢好心人 如果我不死 我能找着少天王将来重振凶风 你们二位就是开国的元勋啊 我绝望不了二位 是啊 我们也盼着有那一天 中振 还有个事跟您商量商量 说吧 什么事 您这头发可太显眼了 一瞅就是长毛啊 这玩意儿您委屈委屈 人痛 您把头剃了 不剃头不行啊 这家伙人多势众 将来谁一发现我们有口难分辨 李秀成一听 剃头 最大的侮辱 最大的侮辱 他就想起来 清军入关的时候 曾经撇出布告 叫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墙逼着明朝的一老一少 把头剃了 前头是光瓢 后头梳大便 有很多人拒绝 为此大声性命 那也是用铁腕手段 经了几十年 这才把汉人具体 背背负负负 把头剃了 现在是隔二百多年 把头又徐起来了 还得剃 这是最大的侮辱 本来中王不想这么干 但一看这哥俩苦苦的哀愁 又怕给人家找罗来 中王一狠心 好吧 你们随便吧 哎哎 这就对了 先拿剪子脚 后找那剃头刀 咔吱咔吱咔吱 给剃了 手艺不怎么好 剃得七长八不短 后头一网输了个辫子 嗯 变了样的 中王 这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里边还有个小套尖 您到里边去睡去 我们一家的给您站岗放哨 您放心 有风吹草动 我们马上给您打招呼 李秀成实在支持不住 就这么大的套家把门关上 倒头便睡 这就是沉沉大睡 什么都不知道 单说行是弟兄 行金桥 行玉桥 哥俩拉把椅子到了院里头 一方面歇着 一方面在这放哨 漫山遍野 全是草木 他这来个人离老远都能看见 这地方非常必经 这哥俩就商量 老大跟老二说 我兄弟 你说赵赖子这小子真不是个误 中王刚才我问了 那身上带牢了之前的东西 就拿出一部分来 就够咱们普通人家活一辈子 拿出两部分来 就得活两辈子 三辈子 我这玩意落在他手里 都不是糟糕了 现在中王也等钱花 咱也等钱用 要能弄回来 是不是咱们极大欢喜 不能白白的白了这小子 是啊 妈这小子是个无赖 他要失口否认 不承认 没关系 这小子胆小 在吓唬小子 利用这机会 咱找他去 就找他去 林行之士 这哥俩一人带了把脑子 脑子就那匕首刀 插起来 走 告诉老娘媳妇看家 让他们精神点 这哥俩就下了方山了 拐弯墨角 到三岔沟 到赵赖子他们家 那位说是赵赖子干的 一点不假 就赵赖子 发了笔横财呀 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没睡觉 在这方山周围下了不少夹子 他是打猎的出身 结果守了一晚上 什么也没打着 天亮了 他把东西收拾收拾 垂头丧气 听说这年头老打仗还不说 把山鸡兔子都下光了 什么也没打着 多倒背 垂头丧气 往回走着 他来尿了 在一棵树底 尿了跑尿 尿着尿 他没事抬头一看 就什么 怎么着挂着个黄布包 他把裤子系好 一伸手把黄布包摘下来 这么沉呢 什么样 放在地上 解开这包 一看 啊 朱光宝气 这小子当时就休克过去了 那时候怎么的 兴奋过度 休克了 没想到得了一笔 外落 书接前文 咱们正说有个猎户啊 叫赵赖子 您听这个名 这人能好得了好不了 其实哪有叫赖子的 这是绰号 这小子又熊又不老实 竟干坏事 乡亲们给他送这么个绰号 叫赵赖子 其实他本名叫赵原本 本名没人提了 都管的叫绰号 咱们说了 打了一宿的猎 下了不少夹子 一无所获 哎 等天亮了 垂头丧气回家 意外发现树上挂个包 打开一看 金银财宝 朱光宝气 这小乐的 当时觉着天旋地转 好像没死过去 等清醒过来 乐坏 发狂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天哪 老天爷呀 这天爷给我的 他一看旁边 有个小土地庙 他冲着土地庙 磕了三个响头 蹦啊 蹦蹦 谢谢土地爷爷 谢谢土地奶奶 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把这包包好了 一溜腰 回到家里三叉沟 到家里跟他老婆子就说 我说老婆子 我发财了 你缺得价 你还发得了财 就是下雨 雨点都轮不到你头上 不信 你看这是什么 他老婆大可以看的 你从哪弄来的 你从哪弄来的 哪弄来的 你是邪门不 在树上挂着 谁都没发现 他你说我憋了一泡尿 那么多树 在哪尿不行 单得这棵树 你就尿 抬头一看在那挂着 这不是天意吗 发财了 往后咱买房的置地 我当园外 你是园外奶奶 咱们也雇几个人 使奴换备 咱们 咱家也想想福 也太好了 有很多珠宝 叫不上名的 就知道是之前的东西 他老婆挺见的 呀 这个财白可动人心 你看没有 他咱家还没事 有这么多的东西 一旦要走了风 咱命都保不住 赶紧快藏起来 说的是 说的是 去去 刷个坛子来 刷了个小口坛子 里边擦干净 把这东西全倒到里头 拿棉花套子蒙上 口封上 就这么 他一会抱着 他拿着铁锹 倒着房后 挖了个坑 把这坛子埋到里头 还踩了踩 上了搁了点砖 做好了记号 记住啊 我死了 你就记住 这里有一坛子宝贝 你死了 我也记得住 咱互相提醒 刚整不完了 刑事弟兄来 我来吧 带家呢 谁啊 我们 赵来自 一看这不刑事哥俩 没什么身交 但都认识 都在方山柱 平常没什么来往 从来他没到我家 怎么今儿贸然来了 能不能跟这些之前的东西有关 他告诉他老婆 别承认啊 什么也别说 你躲开 来了 这小子从后边出来 到前院 哎呀 二位大哥 哎呀 哪一阵乡风把你们刮到我家来了 里边行 里边行 两个人沉着脸 都带着囊子来的 到屋坐下来 行金桥 往这边看看 往那边看看 二位大哥 有事啊 我来吧 咱虽然没有什么身交 但都住在方山 低头不见 抬头见 你认识我们 我们也认识你 谁什么根底 谁都清楚 是是 你说的不假 你有话 只管吩咐 什么事 带着 名人不做暗示 知道你是条汉子 你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说实话 讲知理 对不对 树上挂的那些包东西 是不是你拿来了 怕什么来什么 找来的一听 这心就一翻个 是到现在 识口否认 不能承认 他们怎么闻着风 来分赃来了 没门 谁也拿不去 没有 你们说的什么呀 什么书上有个包我拿来 我不知道啊 这话从何说起 找他妈撞算 这么多人 我们都不找 为什么找你 问你 昨天一晚上 你干嘛去了 昨天一晚上 我打猎去了 下家子去了 一晚上没回家呀 天亮了 我什么没得着 我不回来 我等什么 是啊 正因为如此 才找你 大山上空旷 无人 只有你一个人 那包没了 不是你拿了 谁拿了 你说的实话 咱们低头不见 抬头见 乡里 乡亲的 算不了什么 也有你的好处 你要想独吞 你可得想想后果 你能独吞得了吗 我认为 这话从何说起 他我不知道 你们这不逼人吗 什么包不包的 我根本就没看见过 那可对不起 我们可搜了 搜呗 我没有 我怕什么 搜 这哥俩也激了 他搜的目的是什么 也想自己得好处 这叫无力不起走 弄一点就得发财 他俩这顿搜啊 赵赖子他旁边站着 心说搜吧 我埋那地儿啊 除了你们能掐会算 不会算 没个搜 没有吧 你看我这屋里趁啥 你们随便找 防盖 炕 不信都扒了 你们找 俩人折得满头大汗 还真就没找着 你说也该找 该找 就是在这炕旁边 有一堆柴火 柴火缝里头 露这个鸡脚是黄的 行御脚 你看这什么 一拽 拽出来了 是包金 盐财宝 那包皮 那个包皮 就是中王李秀成的头金 李秀成拿他包的 因他们两口都光顾高兴 埋那金盐财宝去了 顺手把这包皮塞到柴火这了 就忘了处理了 所以行御脚一拽 哎 我找来吧 这是什么 我去 不知道啊 大概是我老辈在哪捡的 捡的 哎 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你看看啊 把这包皮弄平了 一看四周围的脊脚都绣着金龙 一共绣着九条龙 中王李秀成的包金 能跟一般的一样 那质地面料也与众不同 这什么 这就是中王李秀成的 哎 拿这个包金银来的 你把金银搁哪去 你说实话 今天不说 蹭 蹭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把你一家子我们都宰了 哎 别 别 不是你们怎么冤枉人 这真是我老伴捡来的 你想现在打仗的年月 到处都是死人 捡点东西也不奇怪 不对 我找来的实话跟你说吧 中王李秀成 在我们家呢 是他老人家亲口对我们讲的 啊 他从天津突围出来 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哎 这些东西就用黄绸子包着 就就这绸子 这原来是头巾 说的真真切切 现在包皮在你这儿呢 里边东西哪去了 你说实话 你不说 今天我们饶不了你 我告诉你 别看天津丢了 到处还都有太平军 说不好 我们把太平军找着 抄了你的家 扒了你的皮 别 别 我想想 这儿来的一琢磨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李秀成真在他们家呢 这俩小子也没心眼 这种事怎么能外外说呢 啊 我明白了 他们光想要这点东西 光想发财 没考虑到这一点 看现在的形势 不拿出来不行了 这事 我要报官 我得的赏赐也少不了 王八蛋 到时候你们也好不了 赵赖子打定主意了 行行行 行行 我承认行吗 东西在我这儿 它是这么回事 我回来 我尿跑尿 一抬头看着树上挂个包 你说你们哥俩能不捡便宜吗 谁捡便宜不捡呢 拿回来一看 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 我敢在我家哥 我不敢 我就拿到我妹妹家去了 我让我妹妹转移出去了 我家里她没有 慌乱之间的包袱皮没动 咱这么办 你们二位容器缓线 我马上找我妹子去 让我妹子拿回来 交给你们 你们看怎么样 转移到你妹子呢 啊 我家我敢哥吗 真的 我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车压马踩 我不得好死了 不信而非你们就搜 你说这怎么办 好吧 就给你一晚上的功夫 你马上去取 我告诉你啊 你想他耍滑 要炮我们哥们 我们可不能答应你 后果自负 怎么能呢 二位请回 马上我就去送信去 我把东西拿回来 你说也没有别的证据 没有办法 刑事弟兄走了 找来 你看他们走远 我咋着 我报官去 连你们俩都呆起来 这小子把衣帽穿好了 一溜烟 找乡军去了 离他们这二十五里地 有一座临时的兵营 兵营的带兵棺 叫李陈典 李英棺 正在这搜捕太平军 哎 他来了 当着他报告了 是这么 怎么回事 李陈典一听 把他抓起 小子 你是不是 胡说八道 我要说瞎话 您把我牵到万挂了 真真切切 刑事弟兄告诉我的 好 抓着李秀成 你算立了功了 抓不着 帮你的皮 点队 现在都在大搜捕之中 他带了三百多人 李陈典一想 这样抓住李秀成 我立了大功一件 嗯 你看你战成 你不如我抓住 天国的大官 将来得给我 继承这份功劳 为了这件事情 心花怒放 咱就这么说 到这大兵 把刑事弟兄家 就给包围了 到里头一掏 哪跑 李秀成 正在熟睡之时 被人家 吴花大榜 是生亲活拿 就这么的落到 相军手里 这李陈典 不相信是真的 你看逮住这人 是中王 我没见过 个不高 长得挺瘦 要看背影 好像个女人 就她能指挥 千军万马 把把把俘虏 给我带进去来 让李秀成 坐在那椅子上 拿绳捆着上 不说是谁 他们抓了不少俘虏了 拿绳一串一串的拴着 带着几个 想活想死 自然想活 想活 我让你见一个人 来进来 说实话 这人谁 这都是太平君 中王李秀成 好好看是不是 一点没错 中王还跑得了吗 昨天晚上 我们还在一起 下去 再带一个来 想活想死 那人想活 想活辨认一个人 他谁 中王千岁李秀成 叫七八个人进来 确认 一口通声 连杯都没打 那可以证明 他是千真万确的 中王李秀成 李秀成 压着李秀成 赶紧来到天津 念见曾国权 他满面春风等 上了大堂了 见曾国权 曾国权 现在人马 老营 已经进了城了 住的外城 原来的侍王王府 作为他办公的地方 这是指挥部 这人出来进去 正在忙乱的时候 李秀典上来 九帅 给您道喜了 何喜之有 我逮这个俘虏 您猜是谁 他妈俘虏多了 谁啊 李秀成 真的 九帅 我敢瞎说吗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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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把人我全都抓了 确认 无我 哎呀 他妈的 这个小子 他也有今天 各位 听说没 韦中王李秀成 落在咱手里了 哎 让哥们给抓住了 来 我要亲自过一趟 我看看他长得什么德行 带上来 给张国权 要亲自审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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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